我们是来自天元宇宙的高等机械生命体 但一场宇宙大爆炸摧毁了我们的家园 为了延续机械文明 我们选择向蓝星发出求助 并带来了天元宇宙的能量支援 超分核心 在人类的帮助下 一个名为超世界的虚拟空间在蓝星诞生 超世界连通限制与虚拟 网络和数据构造出独一无二的空间 这是我们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栖息之地 也是暴裂飞车要用生命守护的家园 各位观众 这里是超世界最激烈 最精彩的暴力如今 争霸的宝宇宙的现场 现在海底第一次是曾经的超世界最强者 飞轮 至于为什么是曾经走得多的 什么超世界最强者 明明是退往的大小鬼 飞轮才不是大小鬼 当年那件事都是意外 我们永远都支持飞轮回归 飞轮加油 飞轮开始加速了 他是要一鼓作气甩开静蓉 终点挑不到出现了 谁能第一个夺得岛上的金马 结束这场比赛呢 什么情况 飞轮突然一个极盖停在平地 静蓉开始加速 大环子出现了 海底第二的金柔 骗子上车 能够活的冠军 要不是金柔作弊偷袭 我就能替哥哥赢下这场比赛了 秦枫 你在干什么 对不起 哥哥 我偷偷登录了你的超世界账号 参加飞车夺金赛 结果输了 什么 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以为只要让你成为夺金赛的冠军 大家就会重新喜欢上你 主要还是因为哥哥的装备太旧了 所以才会被趁雪而入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别费力气了 我是绝对不会再踏入超世界一步的 哥哥 看 有快点 哥哥 快点动了 什么东西 宇宙最帅飞车爆裂登场 你收敛点 别吓他们 我太激动了嘛 你们是爆裂飞车 飞轮 秦枫 终于见到你们了 我是爆裂飞车 赤灵峰 我是燕破 你认识我们 是谁把你们送来的 而且你们怎么会在快递箱里 别着急 先看看这些 这是爆能发射器和爆裂晶片 只有超原护卫队才能拥有的超级装备 就是负责维护超世界秩序的那个官方组织 他们可是超世界中最强大 最正义的存在 天上可不会掉礼物 说吧 你们有什么目的 别紧张 我们是好人 是张招把我们带到这里 为了让你们成为超原护卫的 张招 没错 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他发来的影像信息了吧 打开他就能解开所有的疑问 哥哥 我什么都没收到 不可能 那封信息应该是和我们同步到达的 飞轮 你的邮箱呢 等等 来消息了 解锋 快上号 有人发现你哥在超世界行骗 哥哥 在超世界行骗 这怎么可能 哥哥的账号早就下线了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有人冒充我行骗 太过分了 我们必须得去超世界 找到那个冒充的家伙 往哥哥听摆 可是 哥哥去吧 贾飞轮的身份越晚被戳穿 就会有越多的用户被骗呢 别说了 秦风 我早就退出超世界了 你想去的话 就自己去吧 好吧 那哥哥 你等着我的消息 出发 我和你一起去 验证成功 超远护卫 超远护卫秦风登陆成功 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 哇 我真的加入超远护卫队了 不对啊 验破去哪了 我就在这啊 验破 你这个样子也太酷了吧 别激动 我的机甲形态确实很拉风 但我不想引起超世界的轰动 这是超世界发布的超远护卫任务 阻止诈骗犯飞轮 骗取用户账号 及窃取他人信息 照片里的地点是 飞车赛道 可我们该怎么过去呢 嗯 嘿嘿 出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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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了五十枚金马 买飞轮的飞车秘籍 結果居然是本笑话大全 我也是 我向朋友借了一百斤马 买他的亲笔签名照 可那自己都是假的 我们都被飞轮那张好人脸给骗了 各位放心 我金融一定会带大家找到飞轮骗子 拿回金马 飞轮可以吗 他们怎么能这样说 哥哥明明是无辜的 等等金方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那怎么办 难道就任由他们污蔑哥哥吗 这不是飞轮的弟弟秦峰吗 想去哪儿啊 飞轮骗了我们大家伙的金马 还敢躲起来 你是因为他弟弟 就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不是的各位 我哥哥他没有 看着 验破 接下来该怎么办 直接战斗会伤经无辜 破坏超世界 我们必须用暴龙发射器 开启暴力结界阻隔起来 我明白了 开启暴力结界 小子 小子 会的还挺多 看招 烧死吧 清风 用暴龙发射器发射晶片 给我充能 暴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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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阴刀 给我连本带立的赢回来 启暴力出击 看着 limo 育虎 野鲡 阿 你真是难取 哥哥 你怎么来啦 你都被打成这样了 我当然得破例一次来帮你 就这一次啊 别骂哥哥 超世界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 你一定会喜欢的 够了 你们两个小鬼 我可不是来听你们扯闲片的 雷伦 你来得正好 看我来为民除害 这个力量 你还满意吗 小银刀 是 两个哥哥 真假飞轮 诈骗 金融 是你假扮哥哥在超世界诈骗 居然还敢贼喊捉贼 有本事就露出你的真面目 我是贝伦 他是假的 这 丑鹰刀 你竟敢变成我的样子冒充我 我才是吃凌风 你是假的 我才是真的 你是超鹰刀 你冒充我 看我拆穿你的真面目 糟糕 暴力机界只能维持三分钟 再不快点打到金融 超世界的数据将出现紊乱 没办法了 秦峰 同时攻击我们两个 啊 我知道了 掩破 什么 赤凌风 闪避 明白 哥哥 最后一击 让我们来 啊 成名刀 小川 小川 你夺进赛排名就掉出前三了 不净而提升了实力 我有的是办法 想到了 多买几个装备 排名指定能提升 哇 接下来的比赛赢定了 恭喜秦小川用户 首个检索插身工具 手个检索插身工具多成就 荣获特别版 珍贵好礼 特别版 小川 你的运气太好了 排名要叫了 啊 发生什么事了 啊 发生什么事了 啊 快跑啊 前面什么情况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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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是怎么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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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末日时代将来到 云端方舟守护您的数据安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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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川 快使用黄鱼道具 嗯 这个防护症 解释不了多久 小川 再换个别的 哎 刚刚实在太危险了 小川 你看 那难道 就是我的黑洞 他在破坏数据 小川 你的账号数据可不能被毁掉 云端方舟 奇怪 这个金融的身份怎么完全查不到 对了 那场夺金争霸赛就是他作弊赢了我 他又假骂我的身份进行诈骗 很明显是在针对我们 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啊 是小川的信息 清风 不好了 超世界的梦人来了 这边出现会破坏和推出数据的网络黑洞 购物大街中有多名用户遭遇危险 你们快 小川 小川 哎 哥哥 超世界出大问题了 我们快出发救援吧 哥哥 没时间了 我们得赶紧赶到超世界 清风 我已经承诺要退出超世界了 哥哥 看来 只能由我独自出马了 是张昭的邮件 发送日期是昨天 看来是时空紊乱 导致发送延迟了 哎 你好啊 飞伦 想必 你们已经收到爆裂飞车和超原护卫队的装备了吧 希望这些 能尽快让你们成长为超世界最强超原护卫 最强超原护卫 可是 还有 你们还要找到一个叫灵一的天才少女 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 如果无法完成 未来世界就会 成长 快跑啊 快跑啊 救命啊 救命 叶布 危险 这痛觉模拟的也太真实了 还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 叶布 我们得把其他用户也救回来 没问题 对了 你快下线 这里太危险了 下线没用 只要数据存在超世界中 就迟早会被黑堵吞噬 除非能有别的办法备份保存 这可难办了 总之 你先离开这里 我还有别的任务呢 我知道 你是超原护卫 你真的太帅了 被你认出来了 真是让人害羞啊 哇哦 你倒是不谦虚 上吧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爆裂变形 咽破 小心 清风 别管我 快带他们走 巢园护卫 爆裂飞车 谢谢你们 我们都救完人了 怎么任务还没完仇 这个黑洞不解决 超世界和人类就会一直面临危险 可是 我们都不知道这黑洞是哪来的 怎么解决啊 老板 这是 我创造出的网络黑洞 它可以破坏和吞噬一切数据 且再也无法恢复 可是 超世界如果分破坏了一无所有 我们就无法获取用功助纸 也无法 闭嘴 网络黑洞只是个唬人的玩意儿 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消散 我要的是借助这场危机推出我们的云端防咒 然后 然后 赚起用户的金马 老板果然高明 既然飞轮成了超原护卫 那他一定会来阻止你们的行动 这一次 我要他在所有人面前失败 收到 那是数据墙 有超原护卫在制造防护墙抵挡黑洞 叶布 我们快过去帮忙 是你们 喂 别装都不认识 上次的任务奖励只是被你抢走的 快还我 如果你不是来帮忙的 就别在这碍事了 啊 我告诉你 这个任务我秦锋要定了 你别想又抢走 天龙 去把这些讨厌的超原护卫清理一下 老板 我一定将功实在 超世界的规则 该由胜者来定 而你们这些超原护卫 早就被淘汰出局了 不好 看我的 不用客气 喂 我说你也太没礼貌了吧 你这么有精力 不如想想怎么彻底解决这个网络黑洞 防护墙只能抵挡一时 还想破坏我的好事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暴力出击 暴力变血 暴力出局 暴力出击 暴力 unt 超音刀 父侯是金融和超音刀 看谁还能来救你 当我不在了吗 三重飞飞 和我耍心眼 还嫩了点 长音刀 先把那两个捣乱的小子解决掉 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小师父 让你们不讲武刀搞偷袭 小师父 救命 小川 秦宫太后 让我来 难道你们还想活着离开这儿吗 求我 我想放过你们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小师父 天鹏 就是现在 看我的 跑 小川危险 秦宗 秦宫 秦宫 小川 好痛 谢谢你救了我 对啊 刚才越险的不是你吗 怎么我躺这儿了 刚才 好 帅吧 我可是超原物 一点小失误而已 对了 你刚才追的东西呢 那好像对你很重要 不用担心 你昏倒的时候 我已经追回来了 清风 我必须得去一个地方 你可以护送我吗 当然没问题 我可是超原护卫 保护每一位用户 是我的责任 燕破 走 燕破 你在哪里 我们在这儿 你没事吧 小意思 燕破 你真的太帅了 小川 你追那张照片 我刚才没看清楚 你再给我看看呗 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 就是一张普通的照片 一张普通的照片让你豁出命去追 别骗人了 难道是你最爱的 啊 艾斗签名赵 哎 别那么小气嘛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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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了 哎 这里就是你说的云端方舟 没错 只要买一张寄存票 就能把数据都储存到方舟里 这样就不会被黑洞吞噬了 那只要大家都来储存数据 黑洞就没法对用户们产生威胁了 哎 我们就耽误了一会儿 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伍了 哎 嗯 哎 小船你看你看 方舟刚才傻了一下 那是方舟在记录信息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哦 只要进行瞳孔扫描 导入自己的账号信息 并购买一张云端方舟的寄存票 就可以把自己的数据放进方舟 以后随时都能把东西找回来 嗯 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 季风 你也赶快买一张吧 等大家都知道了黑洞的可怕 这寄存票肯定会被抢光的 哎 这小顾客到你了 哦 谢谢慧顾 太好了 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 嗯 嗯 这个寄存票多少金马一张啊 这位佳人 你赶上好时候了 我替你们把价格打下来了 现在是陈王最低价 只要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小船 不见了 怎么都找不到了 哎 你到底买不买啊 不买别带我后边的客人 啊 这 这是 我账号里文件都出了问题 是不是你打开的方式不对 要不重启试试 不可能 上载到云端方舟之前 我还查看过的 哎 客人你好 哎 给你 谢谢慧顾啊 哈哈 来来来来 你说 你对我的数据动了什么手脚 什 什么数据 我们没有权限窥探用户隐私 别装傻了 一定是你们的云端方舟有问题 哎 别胡说 怎么别人都没有问题 到你这里就有问题了 我看是你的设备有问题 你的手段很高明 一般人可能发现不了 但我花高价 请人对我的所有数据 都做了特殊加密处理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只可能是有人进行了非法盗取 喂 别来我这碰瓷啊 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再不滚 小熊要告你恶意诽谤 雪明 给我上 冷静点小川 把我的数据还给我 不就是这些装备道具吗 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你还给我 说不定 这是你的设备问题呢 要不 那里面不只是装备道具 还有 还有 小川和他妈妈的合照 小川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这是他们母子唯一的合照 放心小川 我一定会帮你把数据夺回来的 别走啊 家人们 解少 快把小川的数据还回来 哼哼 逃鹰刀 看谁还能来救你 鸡蟲 每次计划进行到最顺利的时候 你小子就出来断我财路 计划 什么计划 黑洞危机谣言计划呀 师傅 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啊 嗯 这么说 云端方舟根本就是个骗局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那黑洞就是你们搞出来的 什么末日谣言 什么末日谣言 也是你们散布的 还用储存数据做借口 夺取金马 金融 你的眼里除了金马 还能有点别的吗 怎么没有 我这不是还盗起了用户的数据吗 是 糟了 好啊 我还没怎么调查 你就自己暴露了 快把小船和其他用户的数据还来 到我兜里的东西 怎么可能再吐出来 别做梦了 起动 暴虑结界 清风 这次不会再人来救你了 我一个人就可以打败你 暴虑出击 暴虑变形 烟珀 暴虑 查队的 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是 蜘� wurden 涅布 小心 这是什么 这是我生起了新潮池 血缘封闪 叶布 这就对了 长颖呢 赶快结束这场无趣的游戏吧 好的 师傅 叶布 你已经敲号的样子呢 哼 你的拳头就像我自一样 唉 说到底 不过是小屁孩而已 叶布 快站起来 站起来 结束吧 结束吧 菲伦 再不快点 行封他们就 叶布 住手 齐瘟 快走开 是 是 是谁 又是你 又是你 是 是 快看 黑洞在消失 太好了 大家总算是有惊无险 是啊 没想到竟然是他来帮了吗 哼 那个 谢谢你救了我们 我想 上次的事 一定是个误会 我们 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厉害的朋友 多亏了他 我的数据都恢复了 哦 对了 你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太美丽 哦 太美丽 好奇怪的名字 太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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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了 怕重点 暴力发射器除了 天使了 肚子饿就听不进客 除了用来点飞车变形 还可以修复超市线中的一些数据损坏 甚至还能将发射器中的能量凝聚成数据墙 数据锁链等 不行 这里乱太枯燥了 有没有好玩一点的讲法 有 左刷刷 右刷刷 上刷刷 下刷刷 动手刷指 留你耳朵 一起来刷刷 这和暴能发射器有什么关系吗 清风 你不会连最近火爆的刷刷视频都不知道 我的讲解太高端 一般人吸收不了 既然如此 你就看看视频吧 肯定有你爱上的学习教程 冲度 冲度 超人会为情风登陆成功 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 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 小人们来看 哇 哇 哇 嘿嘿 欢迎家人们来到直播间看小胖我吃东西 你先去找资料 稳点 我来验收成果 亲爱的新用户 你好呀 你好 想要足够出户 就能领略世界公关 想要躺在床上也能奉附大象 想要点点手持 就能获取最前最新的信息资讯 那么请点击新用户注册按钮 再同意用户协议 最后看一下这里 非常棒 现在可以进行享受你的视频时光了 服务失忧结束 想要升级服务 只需要充值师体会员 不用不用 这样就挺好 你好 我是超世界的创始人灵灵 现在 我想向大家介绍 这件能改变全人类的产品 我还没有选择要看的视频 怎么就 耍耍视频 能满足用户们的一切需求 小姐 这其中口怕有 请不求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是来盖 这你怎么能不是 我怎么能 Leave us 别吵 清风 你是不是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新任务发布 调查多名青少年在刷刷视频中消耗过多上网时长的问题 你得赶紧去做任务 任务又不着急 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呀 不行 我现在就得去 再待一会儿吧 这儿多好玩啊 不对劲 我刚进来的时候这里还是绿色的 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蓝色 这是什么意思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 那我就告诉你们好了 巫子的颜色代表用处的沉迷度 绿 蓝 好 等到了红色 你们就再也离不开这里了 你们的精神力将给我带来人员不断的能量 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刷刷视频的出现 从头到尾就是个阴谋 我不该让你来这里 别这么说 大家都很享受提供 不是吗 我要将你的阴谋公致于众 哼 别把他力气了 你们出不去了 我们必须把大家拯救出来 小心 就这点本事 咦 这是包男造劲剑 为什么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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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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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我們分頭跑 這幾幾是 嗯 哦 我明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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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 逃不掉了 還不認輸嗎 為什麼還不認輸 為什麼 不認輸 當然是為了吸引你的注意 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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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得漂亮 AI只是AI 他判斷不了人類反常的行為 夜光 走 走 趕緊去救人 你看那邊 沉迷度最高的紅色 請練習執行任務 拯救被殺殺士廷所困的天少年們 先救最緊急的 不是吧 不是吧 超世界前任管理者林林 銷聲匿跡的背後 另有陰謀 有人說 他其實性格暴力 對人特別不友善 開發超世界看上去偉大 實則只是為了謀取資歷 因此 他與科研團隊產生了巨大成分 據說 就在超世界上限當天 他遇到了意外太多 為此 小編也收集到一些重拳 幹得漂亮 我知道很帥 不用謝我 真沒想到 你也神秘進去了 證據到底是什麼 喂 還看呢 快離開這兒 大姐 大姐 你清醒一點 他的程度度太高了 我快帶他離開這裡 別 滾 我 白燕 上 你為什麼要這樣 哈哈哈哈 好 很好 真是太好了 他的沈迷度上長得非常完美 這麼輕易就被我控制了 哈哈哈哈 怎麼又是你 當然了 我是由數據構成的 只要數據不被清除 我就能永遠存在 我就不信 勸你們乖乖投降 就憑你倆的實力 根本不可能打敗我的傀儡 不好 開啟暴力結局 白燕 解決他們 剪副 我們也上 出現武器 呃 對 爆滅變形 啊 眼珑 猜 啊 叶波 对不起 清风 我们实力不再跟同机 但是 我可以的 玲玲和他女儿 这个女孩 就是张昭让我们寻找的灵衣 叶波 清风 怎么回事 你怎么在和 哥哥 刷刷视频 是个阴谋 冷酷少女被控制了 暴力结界的时间不多了 别拖延了 是 打印 好强的 快躲开啊 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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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不行 叶波 你找不出这招的 真伦 他们有危险 我们快去支援 哥哥 哥哥 林一 你醒醒 给我放手 林一 他就是张昭说的那个林一 没错 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自相残杀 不用担心 不会自相残杀 因为你们都会被他消灭 来帮手了 白燕 给我上 是 放起抵抗吧 你们可打不过他 林一 你醒醒 我们不是你的敌人 你原来还帮过我们 你都忘了呀 你说 什么 别说废话 马上给我干掉他们 是 白燕的攻击太强了 清风 从上面吸引火力 爆裂出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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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立峰 齊立峰 你没事吧 没有他 等等 哥哥 你看灵依 什么 这么高的沉迷度 我竟然只能控制他这么短的时间 哥哥 灵依似乎就要摆脱刷刷的控制了 齊立峰 趁现在 齊立峰打得好 想不到你也学会打黑拳了 都受伤了 怎么还那么多话 我没什么大事了 清风 让我配合吃灵风吧 嗯 严魄 千万不要逞强 小心吧 让我待在旁边一动不动 我真是受不了了 小姐 小姐 小姐你怎么样 证据是什么 证据到底是什么 证据 什么证据 是夫人被诬陷的证据 我想起来了 被控制之前 他像是疯了一样 要点开视频找什么证据 那视频被我关闭了 然后他就抓狂了 嗯 我知道要怎么做了 灵灵女士 你到底有没有女儿 你平时对她关心吗 你觉得工作重要 还是女儿重要 我告诉你 也告诉所有人 我的女儿是我的最爱 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也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 他聪明独立 我一直都知道 哪怕没有我在身边 他也一定什么都可以做到 医生 你发来的监测数据我看了 嗯 根据数据对比 我发现 你母亲的身体机能 在不断下降 很严重吗 如果一直昏迷下去 恐怕后果 是我们最不祥的 我们在超世界中 试了很多次 还是一无所获 但肯定 有我们还不知道的方法 看看他最爱的工作 最后带给了他什么 小姐 你母亲不是不爱你 她也想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只是 不用解释了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我必须变强 明白 这可是你们逼我的 不的 坯 这里疯 燕破 白叶 我们可不能脱后腿了 技能晶片 释放 万光之影 好强 喂 喂 这个给你 林依 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你的母亲 准确来说 是意识体 他的意识体被困在超世界了 它发生了什么 我也想知道 所以我一直在调查 现在我只知道这些 所以我才来这儿 只有加入超原护卫队 才能得到更多线索 你竟然一个人承担了 这么大的压力和责任 你从今天起 就不是一个人了 我们兄弟俩会帮你的 我不需要 林依 你先看看这个 这是我们的伙伴张昭 从未来发来的信息 他让我们找到一个叫林依的女孩 与他组队 成为超世界最强的超原护卫 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但我们选择相信他 而这几次经历也让我明白 我一直在逃避的不是超世界 而是我自己 只有直面自我 才能成为强者 哥哥 为了你的母亲 更为了守护超世界 林依 和我们组队吧 我也收到过他给我的信息 我一开始并不相信他的话 直到他说出了我母亲昏迷的原因 还说 说什么 说我以后会遇到 看来 我不得不和你们组队了 你愿意加入我们 那 我们谁来当队长 我一个人惯了 没和别人合作过 不会指挥 也不感兴趣 没 不如这样吧 就由我 秦峰 来当这个队长 大家觉得怎么样 但有个前提 要是我做得不好 也不许批评我 毕竟 我也没有经验 喂 队长说话呢 你们什么态度啊 喂 林依 你刚才打刷刷兔 用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身为超联护卫 居然不知道技能晶片 哇 这个技能晶片可真厉害 哇 又碗 哈哈 哈哈哈 啊 啊 刷刷兔 一个AI卷能掌管这么大的视频空间 我却只能靠张扬撞骗来到处搜刮金码和用户数据 我什么也没说 我的刷刷兔我一手创造出的AI被人破坏了 谁是谁这么大胆 恐怕刷刷短视频也已经被超世界封信了 这 这该咋办啊 金融你想要做大事吗 那是当然 那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超世界的图书馆 这就是之前在刷刷兔那里看到的那些营销号视频了 小姐 我们这样私自进入数据空间 是不符合超原护卫队的规定的 很容易被发现 所以我们要加快调查速度了 我知道了 找到了 在这儿 这个地点是记忆图书馆 小姐 我们被捡捕到了 数据空间要崩塌了 什么嘛 灵依来找我们一起调查之前的营销号视频 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进数据空间里啊 你又不会编程 带着你进去不是更添乱吗 我 我可是队长 抱歉 我没想到你正好在出口前面 灵依 你们找到线索了吗 嗯 我们刚刚在数据空间里查到 那些营销号的视频 来源于超世界的记忆图书馆 记忆图书馆应技术性调整 暂时关闭 什么 图书馆关闭了 完了 进不去图书馆就看不到零零的资料了 我先把他票都赔进去了 喂 你在这干什么呢 超 超原护卫队 怎么了 嘿嘿嘿嘿 家人们 又是封禁短视频 又是关闭图书馆 现在超原护卫队都出来了 看来零零的事情 果然和叶长好说的一样 有内幕啊 你在说什么呀 指控可是要讲证据的 如果你拿不出证据 就不要再继续造谣我妈妈了 小姐 这人在直播 而且直播关注 这在不断增加 哼 你就是零零的女儿是吧 零零她利用超世界 帮爆裂飞车压榨人类 到底是收了多少好处啊 说不定啊 零零的婚迷就是因为坏事干多了 遭报应了呢 你说什么 怎么 难道你们还想打人吗 家人们 丽丽女儿伙同超原护卫队 为了毁灭证据打人了 还有没有天理啊 超原护卫打人了 大家冷静一下 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 都住手 白叔 白叔 我是超世界代理管理者白沫 记忆图书馆 因为技术性调整 暂时关闭 目前需要超原护卫队 进行协助 请其他无关人员不要干扰 谢谢你们的配合 家人们 看到了吗 零零的女儿和现在超世界的管理者 这么亲密 零零 好久不见 白叔 你得想办法帮我 事情我都了解 先别急 跟我来 如你们所见 营销号公布的资料 其实是被修改过的 如果直接公布 普通人无法辨别 会引起更大的误会 因此 我打算等修复完了再公布 这是 震惊 超世界官方 着手篡改记忆图书馆中的原始资料 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怎么我们也被造谣了 谢谢家人们的帮助 我们一定要保护真相啊 没错 我们在一起攻击一次 肯定能打开图书馆大门的 好 是刚刚那个主播 没关系 资料马上就修复完了 这些震动 只是超世界的特性 普通的攻击 并不能对记忆图书馆产生影响 图书馆突然收到了大量的访问申请 他们想要大量访问申请造成信息堵塞 不要向篡改资料援盖真相 我们要求公布林林的资料 我们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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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样下去 图书馆会崩溃的 只能先答应他们 把他们都放进来再解释 把所有人都放进来 容易引起混乱 白叔 你能只把那个主播放进来吗 嗯 不知道 对啊 他还开始直播 这样既能向大家解释清楚真相 也不会产生混乱 我们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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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没事吧 你怎么一直在闪呢啊闪呢 什么闪啊闪的 你们赶紧把林林的视频资料公开出来 那段视频资料被人拼接篡改了 我们马上就要修复完 你干什么 我们不是答应你公布视频资料了吗 哼 什么修复啊 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想毁灭证据 他根本就不想承清真相 他和那些营销号是一伙的 刚从老板那拿的技能晶片 也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 师傅 我现在这个状态用不了啊 师傅 我们的伪装没了 原来你是金龙 原来你是金龙 别想跑 刘烈军 暴烈出击 冒烈变形 白叶 你为什么要诬险妈妈 所谓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要不是玲玲本身有问题 谣言能站得着脚吗 你胡说 胡不胡说呢 我又只是拿钱办事 只能说这零零人缘太长 没人会相信的 白叶 速斩速决 没那么容易 还是太年轻 太沉不住气了 看手 三九飞心 白叶 小心 烟火 你没事吧 有没事 潮云刀的分身可是实体分身 谁让你们平时一直以多打吵欺负 现在也让你们尝尝被围殴的滋味 知道的厉害了吧 放马过来 这就是技能晶片的力量了 不能和他的分身纠缠 要先打扮本体 我和施林峰拖住分身 白叶 你去攻击本体 嗯 施林峰 我们没事 至少那家伙的分身没了 是吗 三重飞心 烦死了 有完没完 糟了 暴裂姐姐的时间快到了 必须赶紧打败他 我有办法了 既然没法消灭本体 那就把本体和分身一起消灭 那家伙的分身会爆炸 怎么一起消灭啊 白叶的攻击是范围性的 只要让超音刀和他的分身站在一处 就能一口气打败 喂 那边的那是大蟑螂 是蟑螂 你跟静蓉待的时间太久 我都分不清了 毕竟 你们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吧 静蓉和大蟑螂 气死我了 超音刀 先把这两个臭小鬼消灭掉 确实现在 白叶 使用技能攻击 暴裂攻击 满天飞赢 只要把我们修复好的这些影像播放 就能证明灵灵的清白了 好耶 终于解决了 谢谢白叔 暴裂飞车的实力对人类来说太强大 尽管他们愿意将技术混响 仍然会对人类造成危险 因此 暴裂飞车 在现实世界必须受到限制 而且 只在和人类缔结伙伴关系后才能暴力变形 叶布 准备好了 来吧 停锋 你就不能好好发射晶片吗 当然不能了 我们现在模拟的可是发射技能晶片 当然要摆出最酷的姿势了 你说得对 那我们再来一次 这次我一定能接受 来吧 其实这个姿势也蛮帅的啦 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练习揭取技能晶片 为以后的战斗做准备 自从上次见到灵依使用技能晶片后 那个画面就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用技能晶片打败敌人的样子太帅了 哥哥 我也好想要一枚啊 是啊 要是有了技能晶片 我们也能更好地完成任务了 小川 什么事啊 前方 好消息 最近超世界上线了一款扭蛋娃娃机 中奖率接近百分之百 更劲爆的是 活动的最终奖励是超强AI宠物 超强AI宠物 没错 听说AI宠物实力超强 可以不费一枚精码 带用户体验多样人生 而且它还有超强的战斗能力 好多用户都想要 你赶快来啊 哥哥 我们也去看看吧 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 哎呀 反正事实又不吃亏 走吧 走吧 林一接到了新任务 任务地点正好就在娃娃机附近 哎 齐芳 这里 我们得抓紧时间 还好你们来了 不然我的奖励就要被清零了 清零 我刚刚失败了一次 得邀请新玩家才能继续玩 林一 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收到任务 一名又不失踪 他最后的定位就在这儿附近 失踪 哦 那什么 我先带你们去娃娃机那边瞧瞧吧 嘿嘿 太好了 这下就有三个人了 嘿嘿 哇 这么多人 你们看 那就是最终奖励了 嘿嘿 看起来还真不错 他有超强的战斗能力 肯定是假的 我在超市街这么久 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或许是你了解的还不够深 那么多人在玩 难道商家还敢欺骗我们不成 那我就祝你好运了 我要去做任务了 小鬼 你的胜算好像不高哎 一会儿输了 可别哭鼻子哦 好多人都通关了 哥哥 小川 我们得赶紧找位置 好 我不是很擅长这种游戏 我还是先去帮林依完成任务吧 哎 别走啊 你看来 只能我们两个去玩了 哎 好吧 这次 我一定要成功 加油 小川 我看好你哦 当积分达到一定数目 就会产生两枚新纽弹 并开始计时 两枚纽弹中 一枚是技能晶片 另一枚是炸弹 加到技能晶片 便可当机领取 并获得所有积分奖励 又是这样 很遗憾 很遗憾你将失去所有积分 如果想保存积分和奖励 需要邀请新玩家加入 小川 小川 这次看我的吧 恭喜您成功夹大膜带 获得首次奖励 恭喜您进入最终奖励阶段 还请抓紧时间 就是差一点 真是抱歉 这次没能成功 不过以您的运气和水平 一定能获胜 请尽快邀请新玩家 诚心开始挑战 小川 我们还可以邀请谁啊 小川呢 我想他应该是去邀请新玩家了吧 请您也尽快邀请新玩家哦 烟破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 嗯 嗨 你 现在哪还有新玩家啊 哥哥又不玩 诶 烟破 怎么样 你有邀请到新人吗 没有 诶 诶 对了 清风 我刚才走遍了周围 都没有看到小川 他到底去哪了 诶 怎么回事 您当前的游戏积分 也是全场最佳 简一名不要放弃 我朋友不见了 我得去找他 不好意思 本游戏还有一条规则 游戏失败后 如果不能邀请新玩家加入 就会被夺走账号 什么 还好赶上了 哥哥 这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 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 阴谋 我和灵一在寻找那名失踪用户的时候 发现猫助手 在暗中操纵扭弹机 他们故意让玩家失败 然后让他们邀请更多的人进来 如果做不到 就要抢夺玩家账号 这么说 之前的失踪事件 就是这么引起的 对了 对了小川也不见了 竟然被你们识破了 啊 陈凌峰 快阻止他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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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啊 哈哈 啊 你的灰箱是我 啊 看来我的运气 还不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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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把大家放了 啊 啊 喂 都说了 你的对手是我 不会吧 这是你们自找的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你是 是金融 没错 是我 你这次又在打什么鬼卓业 当然是要夺走你们的金融和账号 果然 这一切就是个骗局 这么说 所谓的超强AI宠物也是假的了 要是有那种东西 我才舍不得给别人呢 现在 你们几个该消失了 开启暴力协剑 投降吗 你跑不了了 我可没打算跑 我来 你 你们现在给我弄养了吗 白雁 小姐 我没事 不过这家伙防御太高了 我的技能没有扩下能力 不擅长应付这种敌人 飞轮 前方 这是 新的技能晶片 白雁不适合这次战斗 你们的飞车穿透力更强 这次 只能靠你们了 嗯 喵 嘿嘿 成功了 战风之 你这家伙居然敢欺骗我 他该不会就是超强AI宠物吧 等等 灵狱 难道你想保护这只数据猫吗 小姐 他好像没有主人 看来找到他的主人之前 只能由我们来照顾他了 师父 还好这次盗取的用户资料提取出来 情风 飞轮 这次我所受的苦一定要让你们加倍奉还 取来 手给我装死 各位观众 比赛即将开始 还请各位多多关注 这灵风一定能赢 他已经连续打了四场 早就没力气了 拿成命了 議員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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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 赤灵丰山 新来的 这 前辈 这里不是飞车基地吗 怎么还要打擂台啊 那你来错地方了 这里是超世界最泯灭人性的地狱 黑石 我天生自贷高防御职 金龙就是因为这个才买下了我 什么 可是在超世界是不允许进行AI闯屋买卖的 可如果交易是在地下黑市进行 那不就无人监管了 地下黑市 没错 黑市中不仅可以进行各种违法交易 还会举办飞车列台赛 太过分了 这是把我们飞车当成正前的工具了 冷静冷静 按理说 这种黑市应该会被超世界系统检测出来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推测应该是黑市用了某种特殊手法 屏蔽了超世界的检测 原来这才是你约我们见面的原因 你想查黑市 这是黑市的入场券 只可惜千辛万苦也只拿到一张 要什么入场券 只要找到黑市 我们连手将它清楚不就完了 地下黑市情况复杂 如果不了解清楚就随便动手 只会打草惊蛇的喵 看来我们需要一名侦察员 我来 让我去 我有信心 也有实力能完成这个任务 更何况 作为未来世界飞车的领袖 保护爆裂飞车的同胞 是我的责任 赤凌峰 万事小心 我们会尽快进入黑市与你会合 哥哥 是这里吗 嗯 虽然赤凌峰帮来的定位信号有损坏 但应该就在这附近 快点 一会人多了要排队 他们急着要去干什么 给上去看看 是云端方中 这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 看来它已经成了热门的观光点 这里怎么看都不像是黑市啊 明明就是这儿 哎 麻烦让一下 你挡住了云端方舟 哥哥 你愣着干嘛 我知道了 黑市就在上面 云端方舟早就无法运缩了 根本上不去啊 事事就知道了 我就说没用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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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云端方舟 或者也可以叫黑市 松开 这是我看中的东西 现在它是我的 各位 现在上场的是 蝉联多界冠军的长胜飞车 集中 而他的对手 则是联营多界的新晋实力推手 赤灵风 赤灵风 前面就是擂台 你们太邪眼了 先在这里待命 赤 加油 赤灵风 石头 赤灵风杀势很严重 这段时间 他一定受了不少苦 好的 你再开始 吉兽转身发起勇气 十分凶猛 赤灵风明显招架不住 赤灵风 加油啊 吉兽试图撕养被发 可惜差了一点 赤灵风 赤灵风 赤灵风已经打了好几场 早有精灵力结 而他的对手才刚上场 精力充沛 这根本就不公平 赤灵风 快反戒 可他的对手却毫不留情 赤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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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是 吉兽 加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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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没有个东西 跟上他 赤灵风 你们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我来 赤灵风 你受苦了 飞轮 这次是你自己送上来的 啊 才赢了一局 你就要走 超原护卫都跑进黑市里来了 我还留在这里等着被抓吗 啊 什么 这里有超原护卫 啊 不会是我们被发现了吧 云端方舟 赤灵风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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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这样 抓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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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力风 飞轮 我需要变形 暴力出击 暴力出击 吃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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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败了 我想你需要帮手 不是呢 白亚 烟破 先把这些飞车解救出来 来了 各位 反击的时候到了 反击的时候到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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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铃 现在局势对我们不利 这里不宜久留 哼 算他们走远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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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中要坠落了 大家赶紧离开 看来 超世界系统对方舟采取了封禁措施 通告 云端方舟由于牵扯到黑市交易 严重违反了超世界的法则 将被永久关闭 涉案人员也将接受官方处罚 哈哈 大功告成 飞轮 怎么了 没什么 刚才那个人像是在哪里见过 是谁呢 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 烟破 是不是你 说不定飞轮还在生气呢 谁让你写作业抄三破答案 还蠢的把烟也抄上去了 可这些题都太难了 完全看不懂啊 烟破 是灵风 飞轮警告给我们 不许告诉你的案 小川 你可真是我的救星啊 快说说 超世界又有什么八卦了 八卦是有 好多人知道了 你和飞轮领异组队的事情 但他们都不服气你 你当队长 还觉得 觉得什么 哎 觉得你实力差 等级低脑子笨 样样都不如飞轮和灵依 啊 这群家伙 怎么能这样小看我 又是 我告诉你这件事 就是想让你证明给那些人看 我的好兄弟秦峰 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啊 我也想变得比哥哥和灵依更优秀啊 谁能帮帮我 检测到主人的需求 AI小月助手 为您推荐全知全能的答案之眼小程序 是否确认下载 答案之眼 难道是可以帮我写作业的小程序 那就下载试试吧 正在下载中 检测到病 微 什么情况 怎么卡了 下载完成 主人 小月会告诉您所有问题的答案 帮助您成为最优秀的人 我可不是要作弊 只是验证一下 你下载的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 小月 点下耳机 好的主人 小月这就为您播报第一题的解题过程及答案 太棒了 所有解题过程都有 这下绝对不会露线 主人 超世界正在举办飞车问答大赛 只要赢下比赛 您就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我也会帮您取得胜利 不行的 抄作业也就算了 比赛作变着 什么方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赢 难道您还想听别人说 主人您实力差 等级低 量量不如人 不 我不想再被人贬低 我也想成为被大家夸赞的强者 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飞车问答大赛 这就是你说的比赛 你平时不是最讨厌做问答题了吗 我现在又喜欢了不行吗 快快快 最后为了预选赛要开始了 我们快去报名 经过多场预选赛的比赛 场上已经绝逐出了多名 正确率百分百的优秀选手 答题开始 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 来吧 请问超世界的三台超级计算机 各自担负着什么职责 等等 让我想想啊 分别负责安全管理 还有 秦风不要勉强 你这是在耽误时间 秦风 这才第一道题 加油啊 还有什么来着 您还有最后五秒 五 四 抱歉 您需要改出正确答案 才能通行 秦风 快想起来啊 安全管理 是安全管理 数据管理 应用管理 秦风 没有我 你是不行的 别忘了 我们要赢 我知道了 请听好第二道题 比赛形式发生逆传 秦风选手连续答对多道题目 后来居胜 现在位居第一 好 好 秦风好棒 嗯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秦风一路火速过关 看来这轮比赛的胜出者非他莫属 恭喜秦风 秦风 我好崇拜你啊 秦风 恭喜你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哥哥 灵一 你们怎么来了 嘿嘿嘿 是我偷偷告诉他们的 你今天这么威风 当然要让大家都来跟你加油啊 秦风 接下来的决赛加油 让我们看到你的极致发挥 嗯 秦风 你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啊 我 打起精神来秦风 马上就是决赛了 你证明自己的时刻就要到了 我没有不开心 我只是要证明我不比哥哥和灵一超 我一定要赢 第一题 请问超世界发布的任务 是根据什么发送到超人护卫 根据究竟原则进行发送 并根据任务的困难等级 发送给符合能力需求的超人护卫 奇怪 他们的回答也太一致了吧 应该是巧合 请说出 四个存在于超世界中的功能区域 学习区 游戏区 客户区 美食区 超世界这么多区域 怎么他们都只说这四个 飞车问答大赛经过超世界三枚核心的多次检测后 最终确定有选手使用非法外挂 请尽快排除 这不是巧合 我在无人机中 植入可以扫描飞车的检测程序 飞轮 仔细看 糟了 被发现了 他们都佩戴有耳机 而且上面都有着相同的花纹 目前 这几名选手的答体准确度 都是百分之一百 这么说 他们都是通过耳机得出的答案 好的 比赛很快进入到尾声 冠军奖花落谁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 时间紧急 我们必须要在比赛结束之前 揪出作弊者 如果让他们得到冠军 超世界将损失一大笔精吧 就是现在 本次比赛出现作弊行为 我们要进行调查 请各位自己扎下来吧 是我家的AI小鱼助手 果然走捷径是没有好结果的 清风 真是没想到 身为超原护卫 居然干出这样的事情 你们这帮家伙 每次都要当我财路 真是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 看来这个所谓的答案之眼 又和你有关 哼 又不是我逼着他们下载的 是他们自己一听到 可以免费获得一切答案 就高兴的失去了思考能力 这不应该怪他们自己吗 就是 我们只是通过程序中的病毒 控制了它的AI助手 再用这场比赛诱惑一下 他们就听话的 跑过来作弊参赛了 可现在却被你们搞砸了 暴掠出击 暴列出击 暴列出击 暴列兵 暴列兵 抄阴刀 给我干掉他们 清风 别愣着 快指挥作战 作弊的事暂且割下 快和我们并肩作战 暴裂出击 暴裂飞行 焰破 焰破 全力进攻 清风 就凭你也想跟我单打竹斗 你也太高看你的实力了 主人 身为队长 你要学会协调队员 共同配合 你还想害我吗 就再信你一次吧 灵依 你负责右边 哥哥 从左边进攻 别破 进攻超一刀的背部 一击之胜 怎么会这样 明明我就是按照小月说的 清风 你以为这是在写作业吗 战斗可没有标准答案 哥哥 现在的我还当不了队长 只能靠你了 大家听我指挥 灵依 你指挥白燕 从正面吸引超一刀的注意 超一刀的双刀威力巨大 注意闪避 要还是不要赌 这么正是大一场 清风 你指挥焰破 我从侧方进攻 重点攻击超一刀的翅膀 不要让他飞行 清风 你从空中进攻 寻找对方的货窄 就是现在 斩风提刃 大小姐 你总算出场了 瞧见了吧 你的计划 就是被这群家伙给破坏了 一群贫穷的下等人 居然能看穿人家的计划 你和金融是一伙的 你要干什么 主人 小茶时间到了 真可惜 今天我们不能一起找乐子了 下一次 人家再来找你们玩哦 你就这么放过他们了 不是吧 不行 不许走 不要 清风 清风冷静点 那个人很强 这场战斗 该到此为止了 你的判断是对的 还有 你的应变能力 和指挥能力也很强 确实有队长风范 由于本次活动 出现作弊行为 我们将取消作弊者的参赛资格 并收回他们所取得的 所有金马奖励 飞车比赛将重新举办 清风 你身为超原护卫 既然做出这样错误 并且可耻的事 我真的很失望 我以后不会了 我要靠自己真正的实力 来证明自己 这件事我原谅你了 还有一件事 即使我的作业也是作弊的 什么 你给我回去重新写 我知道了 天上的雪 悄悄的下 路边有一个捕娃娃 捕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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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家帮你一把 每天就是收集数据信息 一点意思也没有 所以呀 人家就给这些邮件 加了一点量 我不太明白 父母和子女的这种 链接关系 是会让人类高兴的 那要看这份链接 是不是足够紧密了 您究竟做了什么 想必是我改写的这封邮件 太脆累了吧 您是写了亲人之间的 深厚感情吗 他不要我了 他不要我了 这些年我为这个家牺牲的 还不够吗 要带你带 我带不了 我怎么带 带着他去出差吗 我真的受够了 我也有我自己的人生 你给我站住 他们不要我了 他们不要我了 主人 主人 笑笑已经向超原护卫求助了 我们不做点什么吗 那就让我们准备好迎接客人吧 快看快看 这是清风吗 照片里还挺上进的嘛 这个女孩是谁啊 她是我们的表妹 叫杨阳 小时候 杨阳表妹的爸妈常常要出差 就会把杨阳送来我们家暂住一段时间 后来她爸妈来接她 她都不肯走 可烦人了 清风 你还有裙子呀 这不是我 不是我 快翻过去 等一下 来任务了 这次既然是用户主动发起的求助 求助人叫笑笑 我联系不上爸爸妈妈了 他们不要我了 谁来帮帮我 他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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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常常在超世界里见面 他们不能上线的时候也会发邮件 可我今天收到的邮件 就是这样的 我 你 我 你 我 我们非常 我们非常开心 是啊 没有你成天爸爸妈妈的叫 我们别提过得多自在了 所以我们决定彻底摆脱你这个累赘 再也不回来了 没错 再见了 小翔 这世上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说这样的话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就想找他们问清楚 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他们了 您拨打的用户已离线 这看起来不是寻常的离线提醒 倒像是 像什么 先别急 让我来检查一下 果然有问题 笑笑的信息数据被窃取了 这封邮件是被篡改过的恶意邮件 这么说 笑笑看到的视频是假的 真的吗 我的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 对不对 嗯 你拨不出电话 也是因为被恶意阻断了 到底是谁这么坏 居然欺负小朋友 搞定 一切都恢复好了 小小 你不在身边 我们非常想你 我们都希望能够早点忙完工作 一直陪在你身边 爸爸妈妈爱你 原来爸爸妈妈没有不要我 赶快给你爸爸妈妈回个电话吧 这人是谁啊 你们好啊 超原护卫 是上次和金蓉一起出现的那个人 想必你们已经发现这次的邮件问题了吧 不怕告诉你们 就是人家的杰作哦 如果忙完了 不如来人家这边喝杯下午茶吧 附上定位 更后各位大驾光临哦 走 我们这就去找他算证 等等 这个西萨不打自招就承认了罪行 还主动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我们 其中搞不好有诈 难道我们就不去管他了吗 去当然要去 但要仔细计划 计划什么 没什么 不愧是超原护卫 这么快就修复了邮件 速度惊人了 说 你为什么要篡改小小父母的邮件 我可不是只针对小小哦 所有父母和他们孩子之间的通信 人家都进行了截取和篡改哦 你太过分了 这都要怪金蓉那家伙太笨了 什么都做不好 人家就只好亲自上阵 开启爆裂绝剑 你们这么做到底是在打什么主意 人家只是在做好事 干嘛要那么凶呀 这算打门子好事 小小眼睛都哭肿了 唉 你们不懂 所有离开自己孩子的父母 心里都是想要抛弃孩子的 我只是让笑小 尽早明白这一点而已 说到底 就是功德一尽 什么外力行说 唉 你们这种没有经历过的小屁孩 当然永远不懂我说的 那就什么也别说了 是什么呀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爆裂变形 变破 3.1吗 人家好害怕 暴力出击 暴力变形 暴力出击 放心 我迪迪就够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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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误会了 我没说你们不可以一起上哦 是不是行傻 再多三个你不怕 别小瞧人了 白夜 速战速决 奴隶所愿 蚩铃锋 我们也上 好 左边右边一个假动作 上边下边加速度击破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我真的生气了 来吧 暴力出击 狗烟抓鸡 哇哦 有两下子吗 人家好久没玩得那么开心了 游流炮 让我来 游流炮 让我来 游流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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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堪一击 不知道吗 蝎子的尾巴是最危险的 没想到 他 他竟然这么强大 游流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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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ид 游流炮 我 游流炮 游流炮 其他的对手 赤灵风雁破 你们快走 可是 没什么可是 快走 他们走了 你们可做不掉 秦莎 给我上 飞蓝 秦峰 快上来 白燕 冲 就算被姐姐反噬也要逃走 我有那么可怕吗 不过真是可惜啊 我还没完够呢 主人 那邮件还要继续发吗 不用了 这几个人 可比邮件好玩多了 秦峰 快割打 好 秦峰 你演得太差了 我到这哪有那么狼狈啊 容颜爪劲 油毒炮 看来再吃多少次都是没用的 我 我就 硬了 救手 杨阳 秦峰哥哥是坏蛋 你怎么可以打飞龙哥哥 你仔细看看 到底是谁比较惨 杨阳 我想你误会了 我和秦峰不是真的在打架 而是在模拟战斗 模拟战斗 嗯 前两天 我们在超世界遇到了很强劲的对手 完败给了对方 我们的朋友白叶也遭到了极尽的反噬受的伤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不盘战斗 找出对方的弱点 可是 一无所获 你们就是天天研究这个 把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贪吃鬼都饿瘦了 偷偷偷偷偷偷 松手 一定是我在超世界抢购的零食快递到了 别客气 这些都给你们吃 哇塞 这也太好吃了吧 这些都是进口零食 很贵的吧 这些只卖平时售价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不过 只有手速最快 最幸运的客户才能抢到 你们就待会吃吧 不用给我审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们一样成为超原护卫队的一员呀 要是有我在 你们一定不会输的 哼 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 打败我们的可是 是 是什么 我从厕所出来再跟你说 他一定是师太极了 呃 呃 飞伦哥哥 你怎么了 你居然找到了这里 呃 什么事 呃 飞伦 你怎么啦 哪里不收房 呃 哥哥出什么事了 哥哥 你再等我一下 呃 脏了 这些零食有问题 呃 呃 我表哥 我表哥吃的他家零食上吐下泄 大家不要被这开心商家骗了 我现在要求你们立即停止直播卖货 并且对我进行退款和配偿 呃 大家别进我啊 小姑娘 你怎么证明他们是吃我家零食导致的 我当然有证据 这 这不能算证据 我看你就是对手商家派来的 我才没有 你家零食要是没有质量问题 敢不敢打开一包给大家看 这 你再胡说八道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哼 我才不怕你 我表哥是大名鼎鼎的超原护卫队员 飞伦和秦峰 我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你上来 我们仔细商议 不好 两个快走 来都来了 那么急着走干什么 都怪你捣乱 导致我没法子继续卖货赚钱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我换个直播间再换个名字 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师傅 这次你又有易容成谁啊 就让他替我卖好了 谁要替你这个骗子卖货啊 不用试了 我已经设置了直播间的禁止下线程序 真是太卑鄙了 只要你替我完成卖货的任务 我就会放你回去 等一下 没用的 他一定在这里设了屏障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要吃这么多吗 你 你就把他们当巧克力豆 一口气吃下去 杨杨说去找卖货的人算账 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他能出什么事 我觉得该担心一下那个直播间 会不会被他拆了 要三顿呢 啊 啊 杨杨发消息来了 北伦 秦峰 好久不见呢 啊 金龙 他怎么会用杨杨的账号给我发信息 不用奇怪 你们的表妹正在我的直播间直播呢 想要救回她 就带上金马来视频中心找我吧 看 杨杨在那里 看起来他好像还挺得心一手的 一点也不像被强迫的样子 我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等了你们好久 金龙 那些假骂伪劣灵石 不会又是出自你手吧 少废话 赶紧把账号里的所有金马交出来 别管啊 否则你们的表妹可就不好说了 你 就这点 你们也太穷了吧 金龙 放人 放人 没那么容易 你还想怎么样 每次战斗我和超音刀都输给你们 我要你们一动不动不许还手 你说什么 我们答应你 不可以答应他 只要能救出羊羊 我们扛得住 哈哈哈 这可是你们说的 开齐 爆裂结界 上吧超音刀 放弃师傅 太过分了 叶婆 秦峰 难道就这样看着赤灵峰和叶婆挨打吗 去 别引起金龙的注意 你没事吧 她的拳套像蚊子一样轻 你说什么 叶婆 来了 大量用户举报 视频桌心第88号直播间售卖三无零食 超世界系统已自动关闭其直播间 请超元护卫抓住主播 拿回受害者们被骗的钱财 什么 你的直播间已被系统关闭 那么限制羊羊的屏障尽致也就不存在了 您别忘了 超元护卫任务中所要抓的对象 是售卖三无产品的商贩 那又怎样 直播卖货的 不是我 是你们的表妹羊羊啊 哈哈哈哈 那个笨蛋 你才是大笨蛋 羊羊 你没事吧 放心吧 飞轮哥哥 我刚才一单都没卖出去 而且还以金融的名页 把之前的订单全部收回 跟所有的受骗者承诺退款赔偿了 你说什么 你竟敢耍我 看我怎么收拾你 多重飞身 秘宝 additions 秘宝 a in 糟了 过了吃药时间了 羊 羊羊 快跑 暴猎出击 暴猎变丢 白叶 你们给我记着 哥哥 灵依 你们没受什么伤吧 放心 白叶上次受的伤早就痊愈了 那就好 羊羊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们 这不怪你们 所以你以后也长长记性 金蓉就是听到你是我们表妹才 清风 因为我一直都相信你们 我被金蓉关进直播间的时候也根本不害怕 都是因为我相信飞轮哥哥和清风哥哥一定会来救我 也一定会打败金蓉 羊羊羊 你说得对 羊羊 我们是最强的 失败一次不算什么 我们会学习经验 不断成长 谢谢你相信我们 有时候你也是蛮可爱的嘛 我话还没说完 我一直相信你们会战胜金蓉 可是没想到最后救了我并打败金蓉的就是这个姐姐 从今天开始我的崇拜对象就是灵依姐姐了 只不仅被封所有订单被退 之前好不容易赚的钱也被系统当作赔偿金全部赔了出去 接下来 你在做什么呀 帮你发现压力师傅 都怪你 我都忘了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就是金马 费半天劲从那两个小子手里骗来的 一定得趁灵徒发现前 先藏进享尽困 师傅 你确定不会被发现吗 不许说不激烈的 对不起老板 不是 我是唐昭啊 小唐啊 大哥 你还是那么幽默 怎么突然打来了 是赚到钱了 当然 最近小赚一笔 加上你的存款 我们可以在超世界大街 租一间最便宜的小剧场了 这么说 你的喜剧梦想 我的喜剧梦想 要实现了 我终于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剧场了 一会儿再看老板还还价 省钱又不耽误实现梦想 一键上吊 一键上吊 今天这里 似乎没有演出安排呀 西萨大人 我们走错了 站住 行动失败了 不及时汇报 这是想去哪儿呀 我现在就去汇报 汇报什么 汇报出了一大堆回扣 汇报私藏了灵徒大人的钱财 你真以为超世界里能有事情瞒住我 哈哈哈 天真 只是 我还以为你拿那些钱 是要做什么大事呢 原来就是想弄个破喜剧秀 哈哈哈 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梦想 怎么会有你这么愚蠢的人 哦对了 你的小金库 我暂时收下了 什么 算是 对你屡次任务失败最轻的仇罚 你竟然黑了我的账户 卑鄙 你要再多说一句 我就不能保证 我会对灵徒大人说些什么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师父 大哥 我是个没用的人 你在胡说是什么呀 事实就是如此 我什么都做不成 什么都做不好 不是这样的 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 请问地铁上有三只羊 突然上来了一只狼 请问还剩几只羊 还剩三只 因为地铁上不让吃东西 哈哈哈 时间关系 先到这里 不着急 你们还没看到一个喜剧大师的全部功力 嘿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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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笑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一群不懂欣赏的家伙 等着吧 我早晚会成为喜剧大师的 你 你想干吗 谢谢你 谢我 对 你是第一个让我笑出来的人 真是太感谢了 难道我已经有魂丝了 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 我叫唐舟 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不知道什么叫快乐 你受到了什么委屈吗 内心是我不想听的 总之我尝试了很多方法 都没让我笑出来 但在今天我真的好开心 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快乐 那恭喜你啊 所以我决定 以后你的每一场演出 我都要来看 那个我确实打算要做个人喜剧演出 但一直缺一个助理 这样吧 我看你很真诚 要不要来当我的助理啊 啊 真的可以吗 那是当然 但有个问题 你说我可以帮忙 我现在启动资金不是很高 还没办法自下小剧场 哎 不就是赚钱吧 灯里的钱只能买到这个了 咱俩一人一半吧 我不饿 你吃吧 你是要成为喜剧大师的人 啊 超市剑 此处不流言 此有流言处 啊 别露出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自信一点 啊 我们要去哪儿找工作啊 这不满大街都是吗 啊 信我 就按照我说的来 快拔掉 不行 没得完 你在干嘛 向你学习比赛技巧 那这是 误会了 别跑 你别过来 有本事 别跑 就是他嘴碎 坏了我们的好事 你们那投机魔狗的 也就好事 真是多管闲事 都让开 哪儿来的 真是碍事 等等 什么 我不是 太好了 超市剑 果然英雄多啊 真是 你为了保护我 一个人继续生战了 把主的伤 我太感动了 我要报答你 我就是这么一个剑狱围着好人 不需要你报答 不行 这样吧 看着这么柔弱的样子 我就勉强收你为徒 教你怎么不被别人欺负 是 师父 谢谢师父 哎 大家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放弃我的梦想 可可你的小金库还在西萨的手里 小金库被西萨没收这件事 不能就这么算了 大事上级 我们能怎么办 我可不只会傻傻的闷头干活 我发现 灵图一直暗中把金马转到别的地方 而启用的是加密转账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他转的金马 超世界系统是没有办法追查的 然后呢 不还是没有办法吗 你是不是傻 既然都没有办法追查 那我们 师父 我明白了 你要偷离住大人的钱 什么叫偷啊 是把属于我们的拿回来 对 拿回来 用户们提供的线索在这里断了 还是没找到金融 可是 我们的金马还在他手里 那可是我们载了好久的 唉 好在 其他用户的金马都被讨回了 这金融也太狡猾了 加次 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次 走了 我在帮忙打气呢 与其废话 不如做点实际吧 我 你 你 充气垂大作战 是兄弟 就来垂我呀 时下最流行的对战游戏 是玩送武器哦 污染环境的小广告 我都给你死掉 大伯 污染广告两天之后就自动消除了 而且 这里是超市线 哪里破坏环境啊 你 哎 大伯 我们使用的可是绿色强力胶水 你撕不下来的 哎呦 你没事吧 我要投诉你 投诉你 哎 大姐 健康又解药的充气锤赛场 是个全年龄段的玩家 要不要 谁是大姐 人家刚满十八岁 小心我投诉你 哎 对不起 对不起 大半天了 一个用户没拉拢成功 还吃了两回警告 上次为了救羊羊 黑龙和秦峰 把所有的竞马都交出去了 他们受限于防尘迷系统 每天也没有多少可以赚竞马的时间 只有靠我们了 我想我们爆裂飞车不适合打工 要不算了吧 爆裂飞车适不适合打工我不知道 但爆裂飞车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打起精神来 用你的热情感染顾客 你说的对 我们一定要给秦峰他们 转满一箩筐金马回去 你好 好 烟炮 对不起 我帮你捡 搞定了 还给 对不起 大家 要不然大家到这里来玩 送武器 送武器 好 好不好 你们在搞什么 老板 我们 我们 这是一种新型的推销手法 没错 没错 那拉到新用户了吗 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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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 看 这些都是有 哦 真的吗 真的 就是 还处于 潜在阶段 你们被开除了 你们被开除了 不要啊老板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们会努力的 请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给你们机会 我给你们机会 谁给我 谢谢老板 您这是一位好老板 我 我没有说 我会把握这次机会的 这就是工作 站住 你们能把这种小聪明和厚脸皮 用到挽留老用户身上就好了 挽留老用户 现在冲气锤赛场中 玩家流失严重 要是你们 可以挽留那些准备离去的用户 我不但不辞退你们 还支付双倍报酬 我这回成任务 哇 这就是冲气锤赛场啊 真壮观 你连赛场几个样子 我知道 怎么给赛场推销 怪不得一个新舞 都没拉到我 欢迎来到冲气锤赛场 雷海争计计后 对战两方的玩家 尽可展开明镜 这游戏好像很有意思啊 别忘了 我们不是来玩 是来工作的 你们游戏做成这样 还好意思调查满一顿 先生 您先 你们这游戏有漏洞 我们都没看到对手在哪就输了 漏洞 这不可能 冲气锤游戏可是经常调戏更新的 而且有专业的 你别和我解释了 又有一场开始了 你们自己看看 有了这把稀有武器 我的连胜记录一定可以保持下去的 来吧 干涉我的必杀技 无敌风 人呐 敢偷袭我 这下 看你能躲到哪去 来啊来 那你来打我啊 蓝树 小心 赤林峰 你刚才不是蓝树吗 嗯 我看到了 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手下败将 什么 我要求重赛 这不对 赤林峰 你看到了吗 蓝树他突然消失了 看到了 但这不是游戏劳动 而是用了作弊器 怪不到老板说最近顾客流失严重 能是因为这个 出来 你给我出来 比赤林峰 比赛结束 南方胜 那不是赤林峰和燕破吗 嗯 还真是 正好跟他们玩个小游戏 你 叫我干嘛 我没有叫你啊 刚才明明有人拍我肩膀 不是我 谁败我 我什么都没有做 你 小心 刚才作弊的人还没有离开这里 他们是超原护卫队的飞车 你使用隐身斗篷 本就违反了超市线的规定 现在就必须招惹他们了 怕什么 我用隐身斗篷他们发现不了 何况就是一些小恶作剧 发现了他们也不会真生气 你 搞定 抓到你了 走 挥风手 赤林峰 燕破 你们放过我吧 你们看我是蓝树 早就看到是你了 我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还用作弊器隐身呢 这不是作弊器 是我高价买来的道具 超级无敌隐身斗篷 什么隐身斗篷 只要不是游戏里的东西 就都是外挂作弊器 必须取利啊 别啊 我好不容易才打到现在的排名 可千万不能取消我的成绩 赤林峰 验破 来 飞龙行方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接到互联网任务 说这个游戏存在漏洞 才找到这儿的 你们呢 我们过去量 过去量 说吧 你们今天来下场做什么 我 我们是来参加飞车工会的 对吧赤林峰 飞车工会 在这里啊 对 这个月临时改了地址 所以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难说他 你们又在偷懒 工资是不是一分都不想要了 别啊 老板 我没偷懒 老板 尊贵的用户 我是这个冲气锤赛场的老板 这两个是零时工 工作上有什么不周到的 还请多尽量 他们 没有 他们介绍游戏介绍得非常好 那太好了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欢迎你们随时下场玩一局 再见 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还是说实话吧 上次 你们又是这样要花光了金马 我们 是想来打工赚金马的 可这里好像跟我们不太合拍 金马没赚到 还得解决一堆投诉 打工实在太不容易了 你们 打工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 我们想给你们惊喜才自己偷偷来的 清风 你居然没嘲笑我们 太过分了 新用户招揽不到 老板叫我们挽留老客户 然后我们就看到有人使用作弊器了 抓住一问 发现那人是蓝硕 蓝硕是个学霸 怎么可能会在超世界作弊玩游戏 他要是作弊玩游戏 我就一个月不打游戏 飞龙哥哥 清风哥哥 蓝硕 真的是蓝硕 是我 飞龙哥哥 你们快帮帮我 我的隐身斗篷摘不下蓝 而且还越来越紧了 蓝硕 你竟然真的作弊玩游戏 这个月不能玩游戏哦 我和赤凌风会盯着你的 蓝硕 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嗯 是这样 最近同学们都在超世界玩这个游戏 还经常一起拼排名 所以我就加入了 想不到 你这个大学霸还会对游戏上心 唉 我错了 我原本只是想证明自己 不论是学习还是玩游戏 都能成为第一的 可是是证明 我并没有多少游戏天赋 因为游戏排名太低 大家开始嘲笑我 我不甘心 准备潜心鼓励 可是每天的游戏时间完全不够用 没错没错 完全不过瘾 嗯 来说 你继续 我本来都准备下线了 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卖隐身斗篷的男人 他告诉我 这斗篷不仅可以帮我躲个系统 还能让我的对手看不到我 于是我就买下了斗篷 有了它 我的游戏名次也上升了一大截 这种做事风格很熟悉啊 利用用户的需求 推销一些不合规矩的道具 然后从中抹取利益 我 我知道了 这一定又是金融搞的鬼 清风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在没有证据之前 这还只是你的猜测 我的直觉绝对没错 来说 你见过的那人是不是眼睛大大的 像个癞蛤蟆 面目猙獰 然后说起话来 就像这样 金融的声音可真好听 好像不是这样的 不是 怎么可能 清风 金融长得好像不是你描述的那样吧 还是我来问吧 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那人就在那里 走过的路过的男孩们 女孩们 隐身斗篷帮你隐身 数量有限 欲购同素 大点声 大点声 是 我累死了我的工作 却是帮他转精马 极致没有天理啊 师傅 你快想办法把这些卖掉吧 我撑不住了 啊 啊 这真的能隐身吗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嗯 热情一点 有你这么对待顾客的吗 是的 是的 这位客人 这件斗篷不仅能隐身 还能帮你躲过防尘迷系统哦 要不要来一家 嗯 好 匪伦 又是你们 金蓉 你贩卖的斗篷 违反了超世界的规则 请立即停止 我就说是你这个坏家伙干的吧 西萨小姐 有人要挡你的财路了 又是你们几个手下败将 人家不过是做点小买卖 这你们也要管啊 你们卖的东西有问题 我们当然要管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嘿嘿 上次你们三个已经败给了西萨 这次由我助阵 你们更是输定了 哼 你不过是个累赘 多一个也不多 你说什么 金蓉 这次我们可不只是两个人哦 咦 难道我们还要帮手 怎么回事 我怎么控制不了自己 蓝树 你怎么了 啊 原来是我的一位顾客呀 怎么样 使用体验还不错吗 哼 看来今天的战斗无法避免了 这一次 我可不会再让你们今夜溜走了 开启爆裂结界 爆裂出击 爆裂变成 爆裂出击 元光 进攻 来吧 喂 大小姐 战况紧急 你怎么还坐下了 这次我们有新帮手 不需要文书马 可是 怎么 你有意见 我 我 是 长音道 迎战 刚刚真的太近了 手叫马 长音道 全靠你了 主人 我们都出手了 灵医 趁他们手忙脚乱 我们速战速决 这是换日轮子技能 蓝硕 你打错了 潮音道在那边 他被操控了 是隐身斗篷 果然聪明 没想到 隐身斗篷还有这功能吧 西藏小姐 原来你的上手锏在这儿啊 我还以为你是 那我当炮灰呢 这个功能 短时间是无法显现的 只有长时间穿戴隐身斗篷 才有这效果 现在我们多了一个傀儡 正好让他们自相残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们这帮坏蛋 快放开兰术 哼 兰术是吗 你 快帮我干掉他们 我才不要听你的 管日轮 出击 哥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白夜 起游技能 费人 我们应该反戏 可是兰术不是我们的敌人 兰术 你还是太心词手软了 这可不行 呃 管日轮 消灭它们 消灭它们 啊 大家小心 哼 看得好 管日轮 原来它是通过眼镜来实现操控 有副端也没用 哼 我说错这一次 你们谁也跑不了 陈力风 快打掉它的眼镜 哟 被你看穿了 那人敲 就不折折掩眼眼的了 你还在摩托什么 管日轮 你还在摩托什么 控制相知了 哼 看来 我也该出手了 哼 西嫂小姐 到了我们强强联合的时候了 哼 行杀 弹敲它们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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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要帮帮飞龙哥哥 谁啊 主人 您没事吧 赤利风 攻击星沙的尾部 星沙 好应当 礼宫的机会到了 你们撑了什么 星沙 我们走 我们不会得意太久的 可算是打败他们了 任务圆满完成 对不起 我不该钻空子 结果中了不法分子的圈塌 别这么说 你也算将功补过了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我们还不一定打得过西萨呢 哥哥 我不是赞成蓝朔的行为 我只是 我知道 蓝朔 你求胜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 一定要遵守超世界的规则 嗯 我知道了 通告 进入近期不少玩家 违规使用道具作弊 并逃避防尘民系统的监测 本游戏社区将对作弊玩家关闭一个月 以示处罚 啊 一个月 我做错了事情 就应该承担后果 蓝朔 一个月后我带你玩 保证你的实力突飞猛进 救命了 救命了 救命 哈哈哈哈 社区的游戏秩序终于恢复了 我的用户们又回来了 这段时间 你们干得不错 这是你们的工钱 谢谢老板 小姐 这中你在超世界图书馆的时间 超过了平时的两位 是发现了什么吗 我一直在查阅观音妈妈的资料 每次有些头绪人 却又总在关键证据令中缺失一环 慢慢来 一定能查到 关于你母亲昏迷的真相了 嗯 超世界中的无人区 这坛窗广告 好像不太寻常 这是什么 别动 白夜 这些都是违法弹窗广告 他们能够检测诱护动作 如果你做了错误的动作 不但关闭不了眼前的 还会触发更多新的广告弹窗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如果我找对特定动作的话 应该能 应该能 啊 好耶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每个广告特定的动作 是不相同的 这也是陷阱之一 这样下去 我们不必淹没的 没办法了 好险 我记得 超世界很久以前 就禁止了这种 无法关闭的广告形式 为什么还会出现 啊 齐凤 你又做了什么 我只是捡了关闭按钮 这些广告弹窗 似乎失控了 啊 天哪 是 贝勒和齐凤他们 我想我危险失控 贝勒 齐凤 凌 不要回来做动作 用暴能发射器 强制规避广告 明白 这句太帅了 齐凤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也是刚刚才发现的 正想找你们一起调查 这些广告弹窗 依我看 不是吧 又来 糟糕 不管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齐凤 你冷静一点 好 开门 啊 啊 哥哥 好痛 啊 这是 哥哥 你去哪儿了 你快回到我 解锋 我没事 飞轮 你现在在哪儿 我 我也说不清楚 我把作品发给你们 你们过来看吧 哥哥 你怎么擅自立队 跑到这里来了 我擅自立队 明明是 三 这个空间 应该就是所有广告的中转站 中转站 没错 正常来说 超世界中的广告 被制造出来之后 会经过超世界的三台核心超算的检查 然后 再根据大数据推流 推送给有相应需求的用户 很显然 有人跳过了超世界的审查 将违规的弹窗广告直接放进了这里 然后推送给超世界用户 那现在怎么办 我想只有找到所有弹窗广告的源头 才能阻止这次事件 灵衣 嗯 代码几期成功了 发现什么了 嗯 代码很乱 不过 这上面有弹窗广告的源头 事不宜迟 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嗯 这里是广告公司 你们看 你们看 这看似是个关闭按钮 但只要你一点 情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太可恶了 就是这个人在作祟 看我怎么教训他 清风 等等 喂 你就是负责人吧 您好 我是这里的老板唐舟 你们也要投放弹窗广告是吗 嗯 那请稍等一下 我为这位顾客介绍完 就来招待你们 您看到了吧 我们公司的业务就是这么活吧 你要是再犹豫不决 可就要排到下个月才有广告位了哦 喂 我们才不是来投放广告的 没错 你的弹窗广告怎么都灌不掉 还越谈越多 看到没有 最真实的反馈 我没骗你吧 你别听他胡说 他们公司的弹窗广告 违反了超世界的规则 不会吧 我们就是来调查这件事的 一旦核实 所有弹窗广告都会被清除 这家广告公司 也是要强制关闭的 哎 这位客人 你别走啊 别来追了 先交代你的问题吧 看来 你们不是来做生意的 当然不是 我们是超武员护卫队 我管你什么队 敢来这里找啥 去服 我 你放死 可恶 几人搞偷袭 黑夜 给了你黑色的眼睛 你却什么也看不见 真是可惜 我们眼睛不是黑色的 你死亡吗 开启 暴裂结界 上吧 上吧 我才没空在这里陪你们浪费时间 想跑 烟火 我们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刚才 唐州用的是弹窗广告控制器 所以我们才会被传送到这里来 这下上去却早啊 这一切 都是唐州干的 那还等什么 我们立刻上放 然后抓住唐州 既然都被你们知道了 那就对不起了 正找你呢 束手就擒吧 我们上 暴裂出击 暴裂变灵 我 distinction 我现在听到神兽呢 暴裂得一放 大石少年人 暴裂地 是什么 暴裂门 iche不行 够 plates 力给 coolest人 你促和安全人 不乗 一袂点 文学 梵 冰液的月色是何出击 放弃了平面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还可以操纵这些弹窗广告 想不到吧 这个弹窗广告的控制道具 不仅可以绕过超世界的审查 而且还可以随意地 在中转战内的广告立方体间 任意穿梭 你们是不可能在这里战胜我的 白夜 不行 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 赶紧想想办法 有了 林医 让白夜配合我 好 杭州 我要以超原护卫的身份 代鼓你 做梦 文文 抓紧了 我这就送你下来 不 白夜 再飞高一点了 什么 相信我 就是这里 他们输定了 你才输定了 你这个笨蛋 死 打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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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干什么了 我明白了 超世界的仪器 都是虚拟现实 一比一还原的 广告内容也不例外 没错 而唐州刚进入的 是微波炉广告 那还不把他搞熟了 烫死我了 烫死我了 就是现在 收到 这不可能 唐州就是用这个道具控制广告弹窗的 我们也能通过这个道具进入广告公司的服务器 我们已经成功进入广告公司的服务器了 现在所有广告弹窗的代码都被我关闭了 真棒 我们又赢到了一次漂亮的玩伤 还不算 我还要将这家违规的广告公司彻底关闭 不能再让他们有破坏超世界秩序的机会 这事怎么啦 这事怎么啦 系统显示 我没有关闭这家广告公司的权限 可是 你明明拿着遥控器啊 让我再查看一下服务器数据 怎么了 小姐 这是 我们之前调查过的 影响号造谣世界里的那些影响号视频 还有 我们解决过的网络问题的资料 难道 这些危害超世界安全的网络问题 都和这个违规的超世界广告公司有关 在超世界你可以创造一切 我是凌凌 我在超世界等你 这是你母亲 这条广告我从来都没见过 看来是被禁止播放了 这个服务器一定有更多的信息 我要全部解锁一遍 那岂不是等于海底捞月 你是不是想说大粉捞针 有什么区别吗 请安静 别议下小姐 我来帮你吧 解锁完毕 这么快 没有任何线索 但除了这个 加密账户 防护得这么严密 这背后一定有母亲的线索 不对 这么三层加密 不应该只为了放一个人的信息 灵异 我觉得还是要小心 好 是防卫程序 快跑 走 妈 妈妈 我走了 从今往后 你自己生活吧 我不要 你在哪儿 妈 终究 还是没有阻止世界的毁灭吗 啊 啊 啊 你别过来啊 青风 青风 别撑我 没认识你 是我 刚才我们都遭遇了幻觉的袭击 但女朋友们拼了命叫 才把你们叫醒 你们没事吗 我们在未来接受过 抵抗幻觉的训练 就算进入 也能很快退 现在一脚 还是好可怕 可不吗 训练师 我运过去好几十次 这个幻觉攻击 会让人看见自己最恐惧的事 那你俩都看到了什么 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啊 毕竟 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啊 对吧 对 对 这都是我的问题 我强行破解密码的行为 已经惊动了敌人 那个防御程序 不仅会干扰人的脑电波 让我们产生幻觉 而且 还会向敌人发送信号 发就发呗 他们找上门来最好 正好 陷队守 别想得那么简单 现在我们在民处 他们在暗处 他们对我们了由指掌 但我们对他们 还一无所知 但现在 也许是我能找到 线索的唯一机会了 我要破解密码 那还只有一点希望 我也想争取 我不求你们帮我 毕竟 这都是我自己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能不帮你 你是我们的伙伴啊 西洒大人真是好 危险聪明 你有头脑 神字曼妙 谁让你停了 神字曼妙 有人正在入侵 辉月的账号 赶紧去把入侵证消灭 尝一刀 我们走 出什么事了 广告公司 广告公司 不是已经被查了吗 又怎么了 这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居然有如此严密的防护 这么大的空间 我们得是到什么时候啊 不如刚才凭运气 别乱来 痛啊 今天运气也太好了 大 不认识 进入这个通路 需要金融的认证 金融 所以都是他设施的 谁敢乱来 是黎蜂 眼妇 白燕 是 暴夜出击 暴夜进行 暴夜出击 就暴夜出击 火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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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英达 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是 这样下去不行 先撤退 哥哥 他们快顶不住了 分开行动 我们去抓住金融 打开那条铜路 清风 配合我 过不来了吧 行杀 给我干掉它 之前被西萨摸射了金融之后 我在这里开了个后门 本想把金融拿回来 没想到穿越护卫队会查到这里 我还是先去把我的后门通路关了吧 被西萨发现我的下阵一定会很惨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一个数据终端系统 我来查看一下 住手 哥哥 西萨太强了 我和烟波打不过它 西萨大人 西萨大人 未经完腻了 就让老板给的这枚必杀银片 结束一切吧 去吧 西萨 西萨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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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好呢 别说话了 请立即开始治疗 明白 我没事了 太好了 这里疯了 他们受到剧烈攻击 加上超负荷地调动了所有能量 导致伤势太重 然后呢 他们的构成代码非常特殊 我们识别不出 所以也无法提供治疗 不是 你们不是什么都能修复的 飞车基地吗 对不起 你们的飞车 已经失去了所有战斗力 不可能 不可能 一定是程旬出了问题 对 请务必再给他们做一次检查 别担心 我呢 我呢 你骗人 即使触发防卫程旬 遭到幻觉攻击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是受伤的你们 我们最害怕的 就是让家人受伤 但你们都没受伤 毕竟是最好的结果 还记得我母亲说的吗 在超时间 你可以创造一切 所以 一定有让赤凌峰和艳破恢复的方法 而且 我刚刚观察到 那个神秘账户中的金马 都留下一个叫做辉月的地方 这里料已经不安全了 先下来找我 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大人饶命啊 不管他们已经得到多少情报 总之 就是要赶紧把他们除掉 一定 一定 要是这群麻烦 影响到老板在辉月中的计划 我们谁都别想好过 妈妈 小姐 夫人上班去了 对了 这上有好吃的 又是上班 另外 夫人为你准备了礼物 还是老回去 里面的信息经过加密 只有解开后才能找到礼物 一定是飞车零件 我知道了 生日快乐 换个角度看世界 什么嘛 妈妈根本就是在糊弄我 等妈妈回来 我一定要问清楚 这 依依 我回来了 依依 今天过生日 怎么不开心呢 都已经过十二点了 妈妈才回来 答应给依依的礼物也不算数 很抱歉 依依 因为工作的事情回来晚了 不过 不过礼物我已经准备好了 信息就藏在贺卡里面的呀 那还不是我要的礼物 妈妈骗人 妈妈根本就不爱我 小姐 小姐 小姐是不是做梦了 我听到你在喊夫人 只是梦到了一些让人生气的事情 对了 今天飞轮和秦峰会过来 我们最好提前准备一下 我知道了 灵依 灵依 你好 你们好 灵依 真没想到 你在超世界里那么高冷孤傲 现实中却像个 像个乖乖女 是啊 不像某些人 不管在哪儿 说话都是那么没心没肺 秦峰 你呀 少说两句 我 我闻到了好香的味道啊 我准备了一些水果和甜品 对了 昨天还好有你们帮我拖延时间 不用感谢 有好吃的就行 我又没事要感谢 我感谢你 你谢谢你的款待 白玥 不用客气 这些画室 我记得这一年的五月十二日 是母亲节 这些画 都是在美年的母亲节那天画的 看来 这些都是灵依送给他妈妈的节日礼物 我们快过去吧 白玥已经应该整理好了相关资料 好 不会吧 这也太多了 还有呢 这可不是带客之道啊 是有些失礼 只是我想 你们都是体贴热心 勤劳能干的精英模范飞车 这件小事 应该很乐于下劳吧 当然 非常乐意 难过能有点出心 几具马屁就把你乐成这样了 这要看到什么时候啊 好困难 不好了 有点心 什么人 以后阎波再死 谁敢造死 我不能闲着 你也不许偷懒 认真点 我们一起查资料 不要啊 这是什么 这和我们要查的内容没关系 上面怎么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我说过 这不重要 这是 灵狱 你拿版了 这是 这是全新的代码 换个角度看世界 灵狱 那道之前是我写错了代码 0317 地下室 什么意思 灵狱 这就是之前提到的地下室 以前妈妈经常会在这里忙到很晚 加上没有密码 所以从没进来过 那我们怎么进去啊 门开了 0317 这个数字有什么寓意吗 这是我的生日 好黑 什么都看不见 我说是觉得很短暗 有谁要参加派对吗 让我们嗨起来 早点 你们两个 别胡闹了 抱歉 我只是想活跃一下戏份 灵狱 看来 这些都是你妈妈为您准备的 快看 这里还有礼物 这是什么 这要从很久之前说起了 当时 一群黑暗势力 在超世界大肆破坏了 看下没有作戏 幸幸的是 由两位英雄出现 他们团结众人 展开激烈的反抗 与黑暗势力 展开激烈斗争 最终 正义战胜了邪恋 然而 两位英雄 却就此远落 这件事我知道 灵异 这应该是暴裂飞车 空翼和巨刃吧 可 这和眼前的东西 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空翼和巨刃牺牲时 身上掉落的零件 这也太宝贵了 空翼和巨刃 一直是我的偶像 他们身上的零件 在我眼中如同圣物 于是我便向妈妈提出 以此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可生日那天 我没找到这个礼物 还以为妈妈欺骗我 小姐 夫人一直都是很爱你的呀 这么说 你妈妈早就准备好了礼物 可她后来 怎么也没跟你解释呢 那件事后不久 夫人陷入了婚礼 原来是这样 丁毅 丁毅 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 迟到的礼物 我才不稀罕呢 他怎么还嘴硬啊 其实 有件事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们 空翼和巨刃 或许并未犧牲 什么 有这样的事 我之前在飞车俱乐部 听到一些传闻 那里的服务员告诉我 空翼和巨刃就隐居在超市街 白雅 你说的是真的 只是传闻 是真是假 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我知道了 快看 零件像是接收到了微弱的信号 这难道是主芯片传来的 一定是这样 看来 这两枚零件的主人 确实并未牺牲 对了 零一 这两枚零件如此珍贵 你妈妈是从哪里得到的 你们看 这是两枚零件的拍卖信息 这价格也太高了吧 十万青马 零一 原来你妈妈是从飞车俱乐部 拍卖得到的零件 这是飞车俱乐部的图标 飞车俱乐部 不仅给出了空翼 巨刃 没有牺牲的消息 还曾拥有两辆飞车的零件 看来他们很可能知道 两辆飞车的行踪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两辆飞车 你的意思是 空翼和巨刃实力惊人 如果能找到他们 就一定可以打败西萨那伙人 而且 那两辆飞车的战斗风魂 和你们兄弟俩十分契合 你们可以结为搭档 可是 赤凌峰和雁破能力还未恢复 我们不能抛弃他们 再去找别的飞车 没错 我绝不会抛弃雁破的 谢谢你 秦芳 我真的很感动 只是 科研下解决超世界灭灵的危机 才是最重要的 不能因为我俩耽误了大事 可是 飞轮 我想你能分得清事情庆重 是 找到空翼和巨刃 去迎接更大的机遇 马来西就是 最亲密的战友和伙伴 永远都是 谢谢你 是灵魂 我们一定会找到 那两辆英雄飞车 打败西萨 出发 这是 飞车俱乐部 这划风 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别废话了 速摘速决 白夜 还能找到之前 告诉你消息的那个服务员吗 我们俱乐部 规飞车基地管辖 禁止闹事 禁止暴力 禁止 人类小孩 我们不能来吗 不是不是 我们俱乐部 虽然是专门为 暴力飞车创建的休闲空间 但也欢迎每一位 人类顾客 这是 现在的小孩 都喜欢去飞车赛道 颜料赛场之类的地方玩 很少有人愿意光顾 我们这小货店了 其实 我们来这里 是想调查一件事情 请问你知不知道 空翼和巨人在哪 你们打听这个干什么 又来一群闹事的 兄弟们上 没想到你们也是黑暗势力派来打听消息的 不不不 我是天元宇宙军团 行314号爆裂飞车百叶 来这里 是为了寻找我生死不明的战友 空翼和巨人 没错 我是超原护卫 寻找他们 是为了更好地守护超世界 兄弟们 散了吧 原来是误会啊 不过空翼和巨人的行踪 其实我也不清楚 可是白燕明明从你这得到信息 空翼和巨人还活着 嗨 我也是听一个绰号叫流浪汉的飞车客人说的 那人总是在店里蹭机又喝 谁知道说的话是真是假 白跑一套 下手真重啊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都不尊老 服务员说的那个流浪汉 不会就是他吧 全场看下来 只有他才符合描述了 走 上去问问 对不起啊 我不该蹭你们的鸡油喝 先说好啊 打车不打脸哪 这位大叔 我们想和你打听关于空翼和巨人的消息 这是报酬 那你上前来 行善 人家没听错吧 飞轮他们居然在调查空翼和巨人的消息 是的 主人 我也听到了 这两辆飞车不是早就牺牲在那场大战中了吗 难道 他们还活着 行善 购物暂停 我们去找点乐子 都说了 我制不好你们飞车的伤势 你们还来干什么 有飞车说 您曾在那场大战后 亲眼看见空翼和巨人在超世界出现 这是真的吗 我 我不知道 电波 我说我说我说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空翼和巨人两位大将 是在那场大战中 我是那场大战中的飞车派军医 负责救治那些受伤的飞车战士 当时 我在战场上捡到了两块飞车零件 我一眼就认出 那是空翼和巨人大将的 从来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但我很感谢他们守护了超世界 也让我们能组建起飞车基地抱团取暖 所以 是你把他们的飞车零件放到俱乐部拍卖的 没错 为了能卖个高架 我就编出了两位大将牺牲的故事 但后来不小心泄露了实情 没想到还被人偷听了去 看来空翼和巨人确实还活着 如果他们活着的话 应该在哪里呢 我们也寻找了很多地方 漂浮岛 漂浮岛 这些年过去了 他们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人呢 这里什么都没有 去哪里寻找空翼和巨人啊 对啊 我们都来过这多少次了 从没有听说过有两辆飞车藏在这 线索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是分头找找看吧 嗨 各位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那边风景真不错 是 是啊 今天天气真好 不如来一场紧张又刺激的飞车夺精赛吧 演得真假 别以为人家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想找空翼和巨人做你们的帮手 休想 你跟踪我们 哼 当然 毕竟我的任务是 让你们从此在超世界消失 暴力接见 暴力出击 暴力变形 星上 暴力变形 飞轮 清风 我和白夜拦住他们 你们快去找空翼和巨人 嗯 想去哪里 他要使用必杀技 白夜 准备战斗 好感人的团队情啊 就讨厌你们这种惺惺作态的样子 你 你是故意的 好了 星上 现在给人家彻底废了他们 好的 主人 智力风 燕破 你们的伤 星上 动作快点 我还要接着去购物呢 最后一招 主人 难道我们就要在这里失败了吗 抱歉 展昭 你们是 这不可能 空翼 巨人 没想到 还有机会与你们并肩作战 一起冲锋吧 我们的容训 我们也有关 空翼 空翼和巨人 居然就在漂浮岛下面 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就转过来看看 原来是这个意思 两位小友 让我们两个老家伙变形的任务 可全靠你们了 嗯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举刃 打 fé 暴裂出击 弓突 chuck 抖猎 封冰形 银 凝儿 轩 空翼 啊 谁让你欺负我 是我们的老淑人哪 废过什么 先打再说 星煞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们走 跑得可真快 我热身都没结束呢 对了小布点 刚才干得不错啊 小布点 谁啊 我 我才不是就 对不起 小姐 让你担心啊 白夜 这次多谢空翼和巨人救了我 真没想到 你们俩居然就住在漂浮岛下面的洞穴里 对了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你们怎么会被他们打成这样 还有 这两位飞车小友的伤势 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为了改变南京的末日 而从未来穿越到此 但我们遭到了一群黑暗势力的攻击 失去了战斗力 又是黑暗势力 这场阴魂不散的家里 两位前辈 我们受了重伤 失去了战斗力 眼下 能够守护超世界的 只有你们了 请你们出山吧 可我们当年选择隐居 就是不想再牵扯超世界的战断 空翼 居阵 我们不想让超世界落入坏人之手 这片美好的世界 也不该被邪恶染指 加入我们吧 拜托了 我们一直在寻找你们 我们对超世界不管不顾了这么久 也该出来热热身了 你说呢 老游 是的 长官 白叶刚才已经说了你们的情况 既是朋友相求 超世界又大难当头 那我拒认 当然义无容辞 小不点 你可悠着些 别把屁股摔成三吧 你的乌鸦嘴怎么这么灵 这就是超世界的完整地图了 每块区域都进行了详细的标注 并没有灰域这个地方啊 难道是在地图没换出来的地方 不 根据我们上次读取的数据 灰域的所在并未超出这个范畴 那就奇怪了 可是就这样看确实是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太乱了 应该就是这儿了 这就是 灰域 怎么在这么远的地方 灰域说到底就是一个废弃的无人区 设置在边界也很正常 既然是无人区 那我们进得去吗 可以 我听说当年许多淘金客都会去灰域淘金 金肯定是进得去的 但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去 还是要早做准备 好神秘啊 什么都看不到 这里一定和金融西萨背后的反派组织有关 事必一迟 我们抓紧时间训练 两天后便启程 别急嘛灵异 进入灰域可是大事 要不我们好好放松一下 养足了精神再去训练 我同意 过分的懒散只会影响战斗力 可是 每次都这么高了 小川哥哥 你小心点 灵异姐姐 终于又见到你了 你们三个怎么凑到一起了 我们来找你玩空中飞球 这可是超世界新上线的游戏 可是 灵异 超世界里的生活不是只有训练和战斗 还应该要快乐 你看 朋友们都在等你呢 朋友 好吧 所有选手各救各位 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游戏规则很简单 只要抢到超原珠 将它抛进球门便可得分 另外游戏过程中 大家都能获得飞行能力 这个包装看起来像个礼盒 超原珠嘛 肯定要包装得好看一点咯 灵依 你来看球吧 比赛开始 我来咯 加油 加油 灵依 擒风 冲锋 冲锋 马到成功 别愣着呀 我叫你跳 来 这算是你了 我可是个绅士 是什么事啊 快扭进来 冲锋 冲锋 不错 俊乱 你慢点 不好 灵依 你还好吧 我没事 这家伙太狡猾了 我们最好先将他困住 秦峰 快拦住他 灵依 看你的了 灵依 看你的了 糟了 他进船送门了 快追 他在那儿 他在那儿 这家伙太坏了 会带我们走这种地方 这下怎么办 白燕 看你的了 灵依 看你往哪里逃 这里是飞车载道 看你往哪里逃 来吧 停锋 停锋 我好晕啊 我好晕啊 唉 啊 他们回来了 林依 前方就是囚门了 抓住你了 林依 记住 加油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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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林依姐姐 难得看到林依这么投入的玩游戏 啊 你们好兴致啊 金融 你来干什么 你们是了解我的 我的目的一向很单纯 不是吧 我身上就剩一枚金马 你这都要抢走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的志向可是很远大的 一枚怎么够 我要很多很多金马 少做梦了 快把球还给我 那你拿金马来换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最近凑了很多金马 把球给我 金融 既然你主动找上门来 那我们就好好招待你一下 师父 我们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啊 这次玩砸了 没算准对方人手 先找机会逃出去 要不把球给他们了 就这么给他们了 我的面子玩砸哥 哎呀 老兄慢点 哎呀你也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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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不是不能一战 太乱了 这样只能伤到自己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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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好吧 还撑得住 燕婆母 我们有伤在身 先退出战斗 再插火进去 指挥更能 好 空一 军刃 你们战斗经验丰富 就由你们来指挥作战 嗯 大家听我命令 各守一个方位 将金融困住 嗯 缩小包围圈 夺取朝延柱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朝银多重分身 啊 两个飞车一组 绝不放好一个 不好 大家后退 啊 不就一个破球吗 至于这么劳势动众了吗 哼 你不懂 这叫体育精神 你要干什么 还是要进球了 啊 啊 这是 零一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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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没想到吧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礼物 金不金血 靳容刚才说 你们凑了一笔钱 嘿嘿 没错了 这个定制烟花 是我们凑钱一起买的 你喜欢就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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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啊 啊 师父 我在这儿 那这个是 那是分身 会爆炸的 爆炸 啊 啊 那扇门是通往 海底禁区 嘿嘿嘿 这下够他们瘦的了 别管那些了 现在是生日派对时间 嘿嘿嘿嘿 没想到 你们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 当然得记住了 你是我们的朋友吗 嗯 我们是朋友 耶耶 谢谢你们 一直以来 我都没什么朋友 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 一起过生日 所以灵依 以后你有什么心事 就跟我们说 朋友之间应该坦诚相待 就是 开心的时候 就一起笑 遇到困难了 大家一起解决 嗯 借着这欢乐的时刻 让我们跳起来吧 叶破老脸 我这支舞跳得还不错吧 很好啊 叶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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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力风 你没事吧 师父 师父 快醒醒啊 我们在哪儿啊 我们被传送到黑尼禁区了 这次他们人多 输了不丢人 下次我一定将他们逐个击破 眼下还是先逃出去再说吧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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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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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就去 出发灰玉 整段垮掉 这个灯昌也太不帅气了 那也是没办法的吧 这里可是垃圾草 灰尘太多了 抱歉 我们降落的时候 应该再小心一些 没关系 不必在意 灰玉好像也没有传闻中 那么危险吧 感觉和一般的垃圾场 没什么不同的 香油 切不可掉以轻心 万事谨慎为好 就是啊小布甲 没准儿 等会儿就会冒出 什么吓人的东西呢 灰玉不会是表面上 看起来的这样简单的 我们再往前走走看 小姐 由我来开路吧 往右走 不 去左边看看 都按约定 给你们直播这次 灰玉之行了 还不快点躺下 好好休养 我们有再好好休养 坐着躺着也没什么区别嘛 不听话就不给你们看了 这还差不多 你们 什么 怎么突然这样了 这里位置太偏僻 信号太差 我们和外界失联了 啊 怎么直接挂视频啊 是我们刚刚讨骂了吗 受损灵部件已扫描完毕 即将进入机械修复 近点 近点 这个时代 修理店的技术可真是比未来粗暴多了 没有人接 是不是飞龙他们遇到危险了 我觉得不太像 可能只是遇到了什么突发情况 要处理吧 你别着急 我们俩现在呢 分开是个半残废 合在一块 就是一整个残废 又帮不上忙 为了他们一时顾不上我们 很正常了 还是没有信号 这里不会真的就是个垃圾场吧 怎么哪都长得一样 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可呼吁坐标显示的位置就在这里 哎 幕后黑手 总不会是在垃圾堆里 制造出那些网络问题吧 飞龙 快看这个 这是超世界用户的装备和爆能发射器 这就和辉玉那些传闻对上了 确实有不少人来过这里 并且舌在了半途 舌在半途 那我更要来闯闯了 看谁拦得住我 老容 小心别碰那些垃圾 还觉得来错地方了吗 我之前只是在河里的质疑 质疑说明了我在思考 思考才能接近真相嘛 鬼便 小心 白夜 这是病毒数据 我快点听虫的话 将不扩散至白夜全身 让我来 你还好吗 都是我害的 我太不小心了 我没事的 不必自责 看来我们脑出的动静太大了 将敌人吸引过来了 来了 才说明我们真的找对了地方 想伤害我们的伙伴 先过了我们这关再说 那咱们将冠军 那优优独装 ellen 你们的攻击太锄略了 容颜护侠 太弱了 太弱了 是给我挠痒痒吗 来吧 该轮到我了 满天碑雨 哇 赢了 干得漂亮 打得很精彩 多谢夸分 对我来说 这算热身罢了 通过他们体内设定的程序路线 我们便能知道他们从何而来 从未来过来 账召给我们的任务之一 就是保护飞轮和清风 可是看看现在 我们丧失了战斗囊里 飞轮他们又拥有了新的伙伴 我们真的还没需要吗 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些 空翼和巨人那么厉害 一定能比我们更好的保护飞轮他们吧 这样也就够了 不行 我要去婚宇找清风 我要证明 就算我的实力不如巨人 也还是能够守护好清风的 我和清风的关系 无人能够取代 等等 就算你要阻止我 我也 我和你一起去 走 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 是我一个人出现了幻觉 还是我们刚刚真的进去过了 我们的确进去了 但是回到了这里 再试一次 这到底什么情况 怎么回头的路也走不了了 我们岂不是要被困在这儿了 清风小友 冷静一下 我会有办法 你也在担心吗 在找到办法进去前 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 我怕是凌风他们 一直联系不上我们会着急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我相信他们会乖乖停缓 好好休养的 这是什么 这些有这个吗 神经验是凌风的 嗯 动了 复制这块地面 我知道了 是因为我刚才按了这个 这是摩尺 它相当于是这里的地图 立方体升起 代表树林升起 我们刚才没有拿到它 所以才会一直循环 但现在机关被触发了 原来如此 我们早就已经进入了工厂内部 什么意思 工厂内部和外面看上去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被困在了入口 还有这种操作 为什么会于入口 要弄个这样会小人的假象 此中必有凶险 我们小心为妙 我见过这个 我母亲的资料中 有和这个很类似的摩尺党 全顾需要解密成功才能离开这里 超市界里并没有这样的导 我还以为这个设计是弃用的 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现在这里 走 过去看看吧 我来带路吧 您看 倒计时 倒点了会怎样 看看前任的下场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 我们得赶快了 变了 你们玩过推箱子吗 是不是需要推动墙壁 让突然全部显现出来 应该没错 不会有什么陷阱吧 早知道就不说话了 随便烹运其实行不通的 我们得选中正确的模块 这上面也没写该推哪个呀 写得很明确 它和我们所处的空间是同步变化的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推理出 需要挪动几块墙面 才能让地面的图案完整显露出来 你们俩不用理解 听指挥就行 这块 往前推一格 那儿 往左拉 两格 我看出来了 是月亮 还亮了 这 这又是哪儿 怎么突然变成一片冰了呀 难道是中理平衡 好快 好快 别闪了了 快回来 我们已经到了下一个关卡 这是一个平衡机关 重力失衡会出现危险 空翼 控制住他们 我们被替光包围了 你们看 那是什么 我明白了 这是重力平衡坐标 必须让他移到稳定的位置 才能破解机关 请你指挥 你俩在这里保持不动 空翼带飞轮去那头 我们去反方向 不行 根本站不住 怎么会这样 一定要想办法定住这个坐标 明明设置了规则 却不按规则进行 怎么感觉像是有人 在原本的关卡上 添加了新的障碍一样 巨人 空翼 白夜 你们准备向地板全力攻击 明白 快 我坐标跑 又要出来了 继续前进 不好 倒计时只剩下三十秒了 那有个传送门 我们得抓紧时间过去 走 这鬼地方 不会突然窜出什么来吧 时间紧迫 我们速战速决 准备战斗 不就是人多吗 不怕你们 你还真是说什么来什么 竟然能复活 时间不得人 快 解决掉他们 全力冲向传送门 爆裂出息 爆裂面衣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病毒 这里被人刻意植入了病毒 怎么回事 时间快大了 突围 去传送门 绝人 快救我 救命啊 坚持住 白燕带我上去 小心屏障 走 坍塌停了 我们没事了 刚才 谢谢你了 树林 我们又回到这里了 不 我想我们是到了摩石岛的终点 终点 好哎 终于通过摩石岛了 我们真是太厉害了 这什么情况 不会又要出什么乱子吧 一会儿落叶 一会儿冬天 一会儿春天 这倒可真神奇 什么季节都有 什么季节都有 一 你怎么了 就算成功了 他也好可怜 谁啊 这个小人 只有他一个人待在这里 不停不停地闯关 每天看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风景 他一定觉得很孤单 我们不难过 妈妈向你保证 以后设计出一个不一样的解谜游戏 那里会有日月交替 会有四季的变化 好 我马上就来 是日月交替也好 四季变化也罢 根本都不重要 重要的只有 黑白 他根本就不懂 我说的不只是小人 还有我自己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话 他竟然记住了 这里是灵灵 这段影像是封印灵图全线前紧急录制的 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 超世界里负责安保的那台超级计算机 在自我迭代的过程中诞生出一个名为灵图的自我意识 他以AI机器人的形态存在于超世界中 灵图吸收了太多人类的负能量 对人类充满厌恶和憎恨 要是方人不管必定会对超世界乃至现实世界产生威胁 所以那个幕后黑手就是 灵图 我不确定拿到彩蛋的你是谁 但我希望是我的女儿 依依 如果你听到了我的话 就去找会议终点的陨石 把它们拼成该有的模样 里面有给你留下的两枚变形晶片 得到它们 你才能拥有对抗灵图的力量 妈妈知道你一定能做到 妈妈始终都相信你 这座魔石岛 原本是想作为礼物送给你 但灵图的成长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只能留下这段录像 请一定阻止它 我在太空 哦 这里原来就是灵灵设计的 难怪有这么多灵液擅长破解的关卡 然后灵图霸占了这里 为阻止外人进入 就在关卡上又添加了障碍 原来如此 那我们接下来 我当然是继续往前走 按照妈妈说的 拿到变形晶片 阻止灵图的阴谋 妈妈 还是第一次听你这么称呼它 不止你 还有我和清风 我们一起消灭灵图 维护超世界和平 没错 灵灵 屏蔽装置 原来你早就开始防备我 好 你等着 终于总末之道理出来了 真想不通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玩密室导物 这时候还不能放松景天 被嘴小一点 他们就不能把温子宽敞点了 小心 没事吧 我没事 只是被什么东西办了一下 哥哥 你太紧张了 就算真有小兵什么的 我们也能够轻松将他们打败 没那么简单 大家的今天 都因为刚才的战斗 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用来充能的金马 也见底了 你们看 灵依 你的爆能发射器 怎么坏成这样了 我的爆能发射器 不是好好的在这里吗 这是我捡到的 不过都坏成这样了 还有什么用 可不一定没用 果然 它还保留着这些数据能量 可以被提取出来 只有这一点能量 能干嘛 击杀成多 聚杀成塔 有道理 我们快多收集一些能量 之前怎么没想到 利用这些转换金马的能量啊 再不利用嘛 成功了 什么声音 我的金马 我的金马不见了 你们有转换到自己的账户上吗 没有 我还没来得及操作 有小偷 这里就我们几个 哪有小偷 就是有小偷 周围找找吧 是不是掉哪儿了 为什么 你们看 我是下ispers的 咱哥 干嘛来我 这人鬼鬼祟祟的 砖投我们精码 说不定是和金融一伙的 他神出鬼没了 肯定是吃准了 我们拿他没办法 小姐 你们看前面 前面有光 或许是隧道的出口 太好了 终于能出去了 我看没那么简单 搞不好试个陷阱 老友 你的嘴就不能说点好事了 不管怎样 先过去看看再说 大家提高警惕 随时备战 这是 让我来 打不吞 不会又是什么密室逃脱 要找机关的把戏吧 不是机关 是代码 这些代码说什么了 今天也是一个人 谁也别想过去墙那边 我好像忘记了什么 不能有人通过 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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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好无聊的代码 听起来像一些无聊人的土样 我们还是找找别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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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大家小心 大家小心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小心 小心点 这些左裂像有生命一样 一定是有人操纵的 听着 休想到墙壁那边去 可恶 这些小便没完没了 飞伦 想想办法 飞伦 你听到了吗 再坚持一下 我正在找突破位置 突破 老朽是不可能让你们突破的 从来没有人可以去到墙壁那边 这堆墙是坚不可破的 是坚不可破的 飞伦 我过去有办法 哥哥 我快挡不住了 你以为老朽人际大了 就反应迟钝了吗 这下看你还能怎么办 快跑 飞伦 这边 哥哥 慢点 要撞上了 都荒我则路了嘛 这 这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穿过去 我已经破解了这堵墙的代码 现在谁都可以通过了 不可能 谁也不能通过这堵墙 谁也不能 趁现在 爆叶冲击 爆叶变形 水晓雨 这就收拾吧 快点 这就需要帮助 黑 你输了 你们 你们不是穿过墙去了吗 那是我用戴马做的假墙 什么 原来是这样 你是谁 为什么要攻击我们 老朽 也是刚刚回忆起来 自己究竟是谁 这面发光的墙壁 其实是一面防火墙 老朽就是防火墙的管理员 老朽的工作 就是守在防火墙前 不知漏洞和病毒外漏 可是突然有一天 一个神秘的黑影强占了灰狱 自那以后 老朽不再阻止漏洞和病毒外漏 而是转为将所有意图进入灰域 闯过防火墙的人类 全部剿灭 直到你们出现 将老朽唤醒 真的很感谢你们 否则老朽 刚才一路攻击我们的AI小兵 也是那个黑影的属下吗 是的 那控制你的那个黑影 到底是什么人 老朽不清楚 甚至他是不是人 老朽都不敢断言 老爷爷 既然您是防火墙的管理员 那是不是可以用您的权限打开墙壁 放我们过去 哎呀 老朽也很想帮你们打开防火墙 只不过 老朽的权限 已经被那黑影取消了 什么 完了完了 那我们不是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先别急 老朽是没有打开防火墙的权限了 但老朽还有别的办法呀 啊 真的吗 嗯 老爷爷 您这是 老朽卷进了我体内全部的能量 为你们强制开启防火墙 就当是为老朽刚才攻击你们道歉 嗯 哇 你没事吧 我还有一些好东西给你们 哇 这么多金马 这些 是给你们的谢礼 感谢你们让老朽 回忆起了坚持 守在这里的处众 老爷爷 你不要死 老爷爷 不小心睡着了 哎呀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赶紧走吧 我也要回去补觉了 哎呀 真是年纪大了 打一仗全身 又算被痛的呀 嗯 困死了 谢谢你 老爷爷 那个老人家真是有趣 哪里有趣了 装死吓唬我 我都哭了呢 超死街里哪会有真正的死亡 你是自己笨 嗯 开萨他送了我们这么多金马 我就原谅他吧 嘿嘿嘿 我们在这里耽搁太久了 快走吧 好 你终于出现了 你终于出现了 集中 我来了 啊 啊 住手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一直跟着我们 费伦 你不认识我了吗 欢迎来到超世界飞车夺精赛的现场 本次比赛将会异常惊心动魄 好玩有趣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赛道 而是加入了道具盲盒的未知赛道 不仅需要选手拥有高超的赛车记忆 更需要他们拥有聪明的头脑 并且这次的选手队伍 是由著名飞车手和他们的本司组队而成 请欢呼吧 让我们用最大的热情 来迎接本次特邀嘉宾 最具有实力 最闪耀夺目的 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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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好 我 我 我 别紧张 我崇拜你 谢谢 谢谢 我也想和你一样成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其实超世界第一飞车手没那么好当 既然有梦想就好好加油吧 说不定这场比赛就能成为你的出道赛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飞车手们朝着终点的晶片 出发吧 不愧是超世界第一飞轮手 一举多像本场第一个道具 什么 那一轮竟然放弃了能让对手打滑的香蕉皮 好 出现了 无敌新兴调剧 这位选手可以获得长达五秒的无敌状态 居然 居然超过了飞轮 这位选手 难道是本次赛事最大的黑马吗 两辆车同时加速了 今天最终会花落水手呢 怎么回事 难道是要出现史上第一次双冠军了吗 是因为风铃乱跑 而且还挡住了飞轮冲陷 才导致飞轮操作失误的 就是 我家飞轮哥哥是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按他的实力肯定能轻松获胜 我现在合理怀疑 那个叫风铃的 是收了什么人的黑钱 故意装成粉丝来捣乱的 我没有捣乱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捣乱 我真的没有 超世界连接成功 主人 AI小月助手 检测到您需要帮助 小月 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要怎么证明自己 请稍等 大数据寻找号码并不困难 哈哈 是你 那个 关于比赛 我想说 是我的问题 对不起 你不用道歉 可是网上都在说我 别伤心 我去帮你澄清 当时我的飞车出现故障 所以才导致了失误 与你无关 真的吗 你叫风铃对吗 嗯 风铃 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飞车手 我相信 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所以 等事情过去了 我想邀请你好好再比一场 关于这次事故 我要向所有观众表示道歉 我的飞车出现了故障 大无语事件 飞轮竟然公开道歉了 但他似乎有无法说出的苦衷 让我们来看看 飞轮到底想说什么吧 原因我也不知道 请大家明辨是非 谢谢 太明显了 飞轮意有所指 这场比赛就是有人捣乱 会是谁呢 这风铃真够坏啊 飞轮都听不下场说明了 还不承认 家人们 我们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飞轮在最后想要加速拉开距离 避免和风铃相撞 我们顺时就控制了风铃的车 飞轮的长青视频已经经过处理 这样一来 飞轮的粉丝更加相信我们的话 正在对风铃口诛笔伐 飞轮发的完整视频 全网都找不到了吧 是 已清除干净 很好 开始下一步行动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要把你这个绊脚石彻底毁掉 曾被誉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的飞轮 在一场比赛中 因失误被粉丝撞车而失去冠军资格 事后 他居然引导其他粉丝 来网爆那名粉丝 有爆料称 飞轮超世界第一飞车手的称号 是某飞车战队为他特意做的营销人设 起初 飞轮说还要加入战队 结果在人设树立成功后 凭借着人气单方面毁约 像飞轮这种人品恶劣的飞车手 还能让他继续待在超世界里吗 光天化日 竟敢弄假人设骗我们 还让我们去网爆 纯纯是在利用我们 那个风铃也太可怜了 这种骗子 怎么还能在超世界顺风顺水啊 飞轮 你就是个骗子 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你错了 当年的事跟我哥哥完全没有关系 他真的在帮你 你根本没有引导什么广暴 够了 不想听你解释 他是你哥哥 你永远站在他那边 我只站在真相这边 是你没有明白 听到的清清楚楚 还不够明白吗 我原本以为 你也就是个道魔爱然的骗子 没想到还是一个敢做不敢当 只会躲在地底背后的胆小鬼 我不许你这么说 我说的有错吗 他连面对自己过去犯下的 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他没有错 我不想听任何废话 集中 我准备好了 举刃 白夜 谁也不许动手 你一个人还想跟我们打 有本事多找点人来 你可别乌鸦嘴 我这张嘴啊 光临 怎么办 我们撤 有本事别走 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呢 这就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 大哥 跑了一个 搞清楚我们的目标 你害我都忘记了要说什么了 反正都给我上 放开战斗 没完没了的 军人 你自行解决吧 熬在我身上 我也想和你一样 成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我们是不是以多其少了 怎么会 那我们再加点难度 有所谓呀 明白 找应当 血服 给我上 你 才重备身 不能再退了 我们得往前进 是 飞轮 想去哪儿啊 我才刚刚来呢 少说废话 想必杀 你看到了 小布甲 炫 炫 血服 你干什么呢 战斗啊 血服 快去帮忙 唉 带不动 真累 飞轮 我们该怎么办 必须先去下一关 只能 硬闯 空翼 尽全力吧 抽到 军人 一体上 白燕 做掩护 好了小姐 漫天飞云 我 你 到我了 快点 我撑不住太久 大家快停下 小姐 空关的路就在这边 大家快跟上 快走 快走 快 趁他们还没追来 我们赶紧躲起来 啊 秦峰 你没事吧 这里 像是一处废弃的街道 奇怪 这里怎么感觉这么熟悉 这个玩意儿 要是掉下来就不好玩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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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人 你可真是个乌鸦嘴 啊 站住 别想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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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一点 别让后辈们看笑了 哈哈哈 数据垃圾的类型 还真是多种多样啊 居然还有会飞的 哇 这里是短视频大厅 短视频大厅 不是位于超世界的娱乐区吗 可这里是灰域 但是 这里的布局和短视频大厅一模一样 只是 看起来比较成就 而且 这里居然里一只烧烧兔也没有 也没有那些泡泡房间 啊 屏幕怎么亮了 啊 屏幕怎么亮了 啊 妈妈 这种视频风格现在好像不多见了 这不是我们当时玩的版本吗 没错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会把生活中拍的照片和视频都上传到这里 和朋友网友们分享 是啊 那真是一段纯粹又快乐的时光 你俩可是最早一批进入超世界的飞车 难道 这是个旧版的短视频大厅 妈妈 林依 这些只是影像 这些视频 都是妈妈被困那段时间发出的 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应该是遭到了屏蔽 从而变成一堆数据垃圾 这么说 这里就是一处垃圾堆放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座大厅 还有大厅外的整片建筑 都是被淘汰的旧版本 难怪这么破 小姐 这边有出口 现在我们该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 总之 先离开这里吧 或许 有一个地方能帮我们摆脱追兵 只是 他们进来了 看来只能试试了 你们跟我来 给我站住 枫林 我们都跟踪他们一路了 你是在担心飞轮吗 才没有 还被抓住才好呢 给我仔细地搜 这次 绝不能放过他们 是 这样躲躲藏藏的真憋屈 不如直接跟他们干 冲动是魔鬼 哎 灵异 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你们看 是天台上方的传送门 但是他们都好破啊 我的推断果然没错 这里汇聚了超世界 各个旧版本的场景 所以灵异 你是想借助那些传送门 摆脱追兵 嗯 其实我也没多大把握 只是这里地形混乱 金戎又追得太紧 所以只能冒险试试了 可眼下 想去到天台上 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瞪大你们的眼睛仔细找 他们肯定在这附近 看来只能掉虎离山了 我去引开他们 算我一个 白夜和空翼善于飞行 正好与敌人周旋 也方便逃脱 空翼 准备行动 哇 大哥 你今天看起来好气盼啊 那是 好小子 原来你在这里 快抓住他 干掉他 干掉他 别忘了还有我 先抓住他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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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到底先抓谁啊 看到谁就抓谁 巨人 快 怎么都是坏的 哥哥 你们到了 抓紧时间 这边虽然被引开了 但很快就能找到这里 可是 这里的传说门好像都失效了 灵异 你快想想办法 抱歉 我没想到会失效 这些装置太旧了 我 毕竟灵衣也是第一次进入辉宇 肯定没办法面面俱到 等等 果然是这样 这些光球 都是散落的数据信息 只要找回合适的数据 传说门一定就能恢复使用 原来如此 这都能被你发现 灵异不会是你家吧 真的成功了 又是一枚彩蛋 依依 聪明如你 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吧 这片区域 是为你打造的专属空间 也是我一直想送给你的礼物 妈妈 建设超世界的任务 秘密而紧迫 很抱歉 这些年不能留在你的身边陪伴你 也很抱歉 妈妈没有守护住这里 让灵徒轻战了去 依依 这枚彩蛋 代表着我在与灵徒的对抗中失败了 而你是最后的希望 这片区域的深处藏有两枚必杀金钱 那本是我要送给你的小惊喜 但现在 它将是打败灵徒的重要武器 依依 拜托了 替妈妈守护超世界 别走 我 某种程度上说 灰狱居然真的是你的家 想不到灰狱里 还藏有重宝 要是风铃 你能拿到这两枚金片 那我们就谁都不用怕了 林医 当务之急 我们先离开这里 你们这群狡猾的家伙 差点让你溜了 哥哥 现在怎么办 只能冲进去了 总算能出口恶气了 居然 别冲动 我们现在是在逃命 启风 你快进去 叫走 大家一起走 没事见婆婆妈妈了 hectare 神明皇相 狂一 快 辗阴道 拦住他们 懒 散瞅分身 杰虫分身 魏鲁 魏鲁 抓紧了 可恶 又让他们跑了 别着急大哥 还有西萨呢 他们跑不了 但愿他能成功吧 我可不想再被老板骂了 风鲁 我们不追上去吗 不 追着跑只会慢人一步 必杀精片 我势在必得 又解开了一枚彩蛋 不愧是玲玲的女儿 居然有着和她 如此相似的思维模式 有趣 有趣 哥哥 你可算来了 是吧 终于摔掉他们了 灵依 还是你有办法 我们只是暂时脱离险境 金融他们很可能会找到这里 不怕不怕 只要找到那两枚变形晶片 我们就所向无敌了 但愿如此 不过眼下 我们还是先离开吧 伙计们 前面有扇门 我猜 一定有惊喜在等着我们 惊喜 别是惊吓就好 清风 有敌人 好多敌人 只是雕塑而已 什么嘛 吓我一跳 这好像是一盘棋 会不会有什么玄机 该不会是什么可怕的机关吧 你别说话 你个乌鸦嘴 我只是提醒一下 你还说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 没劲 算了 还是先进去吧 别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 嗯 没人能挡得住我 谁来拉我一把 你不是很厉害吗 九州 还是避开这些棋子吧 军人 你行不行啊 当然没问题 这盘棋好大 真的能下棋吗 别管这些 先找出口吧 嗯 不好 我们被包围了 公盈 空益 飞过去 啊 小心 啊 没事吧 你们 完了 这下真的跑不掉了 看来只能硬弓了 暴力出击 神明皇孝 漫天飞云 巨人 看你的了 这不科学 不是吧 还来 看来攻击对他们是无效的 上面的 快拉我一会儿呀 老游 你安全地待在那里 可能更安全 小姐 小姐前面 左边 白燕 老板 想不到 这盘棋居然藏杀鸡 有意思 我只是稍微动了些手脚 来增加一些看点 我去把他们抓过来 不 棋还没下完呢 这场戏 才刚刚开始 精彩的还在后头呢 哦 那我就继续看戏了 灵灵 就算你的封印经过多重加密 我终究还是找到了解封的关键 那 累死我了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嗯 嗯 小姐, 快躲開 消失了 白旗是被黑旗吃掉了 難道 凌一, 別愣著 小姐 凌一 怎麼又來攻擊我們 果然是這樣啊 救命啊 你們快停下 停下 你幹什麼玩笑 這些棋子 並非是在有意攻擊我們 是我們的移動 觸發了棋子的運行機制 真的不動了 我可算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可怎麼辦 想要解決擋路的棋子 就必須遵循遊戲規則 用蠻力是沒用的 棋子的操縱規則是 我們移動兩格 棋子移動一格 凌一 這次又全靠你了 我們可不會下棋 其實我也沒下過 但小時候 我跟媽媽學習編程的時候 玩過類似的遊戲 只要計算出棋子的行動軌跡 就不會受到棋子攻擊 哥哥 你還記得剛剛棋子是怎麼移動的嗎 唉 你們倆跟著我就好 這裡的棋子太多了 估計繞不開吧 那就消滅它 啊 真的被吃掉了 零一 你真厲害 看來這盤棋我們要贏了 現在除掉那枚棋子 啊 那是 啊 是影像存儲器 肯定又是一枚彩蛋 之前我們兩次發現彩蛋 都是通過影像存儲器 這次彩蛋 似乎給的也太明顯了 小心 抱歉 抱歉 我剛才有些激動了 別急 零一 我們繼續按照之前的方法來吧 嗯 我要監禁那枚棋子 這次 我需要你們配合我 嗯 左一兩格 零一 去吧 我到了 快打開 啊 媽媽 這什麼地方 這些閃爍的光點 好像是一處坐標 這個坐標 就在棋盤後面 等等 零一 前面的區域我們還一無所知 你這樣貿然進去 可能會有危險 那又怎樣 我媽媽就在眼前了 難道你讓我置之不理嗎 我 零一 你媽媽的事我們都很關心 畢竟 夠了 不要假欣欣地對我表示同情 我知道你們真正在乎的是榮譽 是冥王 是勝利後的優越感 零一 你怎麼能這麼說呢 還有你 整天就想著吃 頭腦簡單 行為幼稚 我早就看你不順眼了 零一 你什麼意思 有這麼差嗎 你現在知道我對你們的真實看法了吧 所以不要再阻攔我 白燕 我們走 小姐 我想他們可能真的是出於關心 走 零一 如果你堅持要去的話 那我們一起 別忘了 我們是一個團隊 如果有危險的話 我們也能 做了 零一 你做什麼 你們不過是一群拓有品 行 跟著我指揮暗示 你們晚回直走 就能到達關卡入口 可別說我沒提醒你們 對不起 緋倫秦鋒 我不能連累你們 快補開 你們這些討厭的傢伙 空一 快攔住他 快攔住他 空一 快攔住他 苑一 沒有 任何人 劉強 你打開 賤沃 零一 沒用的 哥哥 现在怎么办 要不先返回吧 不 我们不能让灵依独自赴险 他刚刚这么对我们 我们干嘛还要在乎他 灵依不是这样的人 他只是不想我们跟他赴险 所以才放手狠话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找灵依了 嗯 可是哥哥 这棋你懂怎么解吗 只能试试 哥哥 这样太危险了 没办法 危险也要是 灵依是我们的朋友 你快躲开 哥哥 现在是往哪里走啊 你快停下 哥哥 我们还是先返回吧 等等 我好像看出一点门道了 清风 你向我这边迈出两格 哥哥 你确定没走错吧 快 小布丁 别怕 有我呢 哥哥哥 是对的 接下来 走这儿 果然是这样 清风 你跟紧我 好 这盘棋总算活了 我好像也知道方法了 我好像也知道方法了 我做到了 不错嘛 小布丁 清风 先别激动 这盘棋还没下完呢 最后这几步就交给我吧 下一步嘛 走这儿 怎么回事 清风 你刚刚那步是错的 你还真是不精快啊 现在怎么办 快跑 不是吧 就错了一步 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吧 是国王 这家伙也太大了吧 糟了 这家跑不掉了 糟了 这家跑不掉了 是时候发挥大个子的优势了 居然 真有你的 这下糟了 这下糟了 快 往中间跑 中间 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空翼 看你的了 神明狂笑 诗人 龙江炸裂 不是吧 这还怎么打 空翼 你怎么样 快撑得住 只是这样下去 我们毫无顺算 只能被动挨打 抱歉 让你们陷入这样的困境 这没什么 我和支刃什么大风大龙没见过 不都已经过来了吗 再说了 咱们是战友 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伙伴 本就该重甘共苦 好 谢谢你 空翼 好了 现在不是山晴的时候 我们的处境 还没有你们糟糕 你的意思是 看到那边的出口了吗 现在我们得离开这儿 看到了 可是现在我们被包围了 我们很难突破 可惜我现在翅膀受伤了 飞轮 是凌风 他们怎么来了 金方 是我啊 烟波 水烟波 他们有危险 有油 快闪开 空翼 你 菲伦 我想他办法了 你是说 嘿 哪有 看到那边的出口了吗 嗯 有何指示 一会儿龙棋盘最接近出口的时候 我们一起发力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当然 发力 发什么力 当然是发力打败国王和他的棋子兵 啊 他们全部过来了 军队 别愣着呀 快跑啊 空翼 你是想把我和清风送出去 这是当下唯一的办法 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会没事的 别忘了 我和巨人 可是超世界里打不死的英雄飞车 不 空翼 我们说好了 一起同干共苦的 巨人 你怎么还不跑 他们是要 就是现在了 空翼 啊 空翼 啊 再见了 清风 军队 啊 啊 空翼 再见了 空翼 空翼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真是个笨蛋 居然什么都不知道 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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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车 清风 这里危险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 空翼还在上面 我要等居然下来 他一定会没事的 嗯 嗯 陈立峰 你做什么 燕破 快放我下来 飞轮 现在不能感情有事 燕破 你 没事 我们没事 你们的伤是怎么回事 飞轮 飞轮 你们这一路是真不容易 我们也算是精神体会了 你们 是从飞车修理店里偷溜出来的 走 我们回飞车修理店 现在就走 哥哥 我们还撑得住 不行 你们现在非常危险 必须回去重新治疗 只有先治好你们的伤 我们才有机会救他们 又是一条岔路 妈妈 你到底在哪里 小姐 我们已经在里面走了半天了 到处都是分岔口 感觉不太对劲 既然来了 那就只能一探究竟 可是 这样来回兜圈子也不是办法 只凭那段影像 根本无法判断出夫人的位置 不如先返回 我只是担心您遇到危险 有人 我都快绕晕了 你应该早点告诉我那人被关押的地址 她说的是妈妈 行了 那我知道了 小姐 不要 小姐 人呢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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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不是 昨晚工作得太晚了 是你们呢 所以呢 还是得修复彻底才行吧 看看 你们俩这才溜走没多久 就又需要修复了 行 交给我吧 这回伤得这么严重 光靠机械臂是无法复原的了 得我亲自上阵 那就拜托你了 没问题 取下损坏的零件了 原来是修复舱上的零件啊 搞错了 工程师 清醒一点 超世界现在遇到了可怕的危险 情况非常危急 我们的每分每秒都很珍贵的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别摇了 我马上修 马上 看来这里是他们的金马仓库 好东西可真不少 这都购买下半个超世界的了 不过像必杀晶片那么特殊的物品 一定不会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 往里面走 贵物都安排妥当了吗 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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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他來做什麼? 倒要看看,他究竟想做什麼 快點,怎麼這麼慢? 怎麼只是他一個人,秦鋒和飛輪呢? 媽媽 等我,媽媽,我們馬上救你出來 白燕,快 快點 抱歉,小姐 我的攻擊似乎無法擊碎這個空間 說到底,這也不過是一堆數據 既然打不破,就讓我用程序來破解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小姐,你怎麼了? 我的,怎麼... 哪還有? 我... 媽媽 小姐 把白叶处理掉 等传输到百分之一百 你头脑中的信息就能被我掌握 玲玲留下的彩蛋将会被我全部破解 小姐 别动 强行拉开她 会对她的脑部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怎么多出来两个 你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是你 这果然是个陷阱 那不是真正的玲玲女士 小姐被骗了 你们要对小姐做什么 也没什么 只是想获得一点点的脑部信息就好 所以 别来碍事 朝阴刀 暴裂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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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别想伤害小姐 干什么 二打一 以多起手啊 长营刀 三重飞身 拖住他们 真是麻烦 快得救他 休想 想阻止我 就凭这点伎俩吗 打吧 打得越久了 留给我的时间 就越是充分了 快了 就差一点点了 居然会这样 我真是低管你了 没想到你的意志力 能抵抗到这种程度 即便已经深入了大脑 轻易还是无法获取到 完整的脑部信息 不好 数据开始反噬了 得赶快切断灵衣 和那破透明照的连接 好应当 趁现在 进去 到底怎么才能 安全地分开他们呢 站住 好了 情况紧急 只能试一试了 既然是数据能量困住了他 那么说不定 也能用数据能量 使他挣脱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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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等你的小姐知道自己笨得中了骗局 想来也不好到哪去 什么意思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明白了吗 假的 你们竟敢骗我 我妈妈到底在哪里 灵衣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该处理的 都处理掉吧 放心吧 老板 关心你妈妈之前 先关心一下自己吧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真是舒服多了 你别乱动 可是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虽然没办法完全警戏他们的代码 但通过一些相似的代码构成 我帮他们恢复了三成的实力 谢谢 不过 这只是权宜之计 如果再出现严重损伤的话 可能真的会 彻底报废 邮件已复原完毕 秦枫 之前张张发来的那封邮件里 损坏的后半段修复好了 快来看看 虽然很难过 但是的的确确是发生了事实 未来世界中 爆裂飞车们 为守护超世界和领土展开了大战 无幸的是 所有飞车都牺牲了 包括赤灵风和燕破 所以 逆转未来 靠你们了 我不相信 这是未来的消息 也就是说 一定会发生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哥哥 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 只要能逆转结局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对吗 你说的对 有信心吗 必须有 灵依现在有危险 真不知道你们干什么去了 快点过来 白燕 灵依的情况不妙 那还不赶紧出发 你可以吗 随时准备着 你们确定要冒险 确定 看来 我们只能共同迎战了 做梦也没想到 会和你一起战斗 别废话 急招 大燕 我们上 抓到你了 小心 超银刀 给我炸 师傅 给你看烟花表演 行杀 你在苗哪里 眼睛是长歪了 对不起 主人 小姐 你没事吧 居然搞偷袭 他们不是一贯如此吗 准备好反击了吗 当然 行杀 还愣着干什么 他们实力在我们之上 风铃 打配合吧 我也护你 听我口令 三 二 一 就是现在 师傅 别过来啊 对不起 主人 我答应了 一个个没用的东西 滚开 这可是我的地盘 我不允许有人在这里嚣张 看看你们能冲到什么时候 不愧是西萨大人 太明智 太周密 太 有时间废话 不如赶紧干掉他们 炒银刀 水够了没有 时刻准备着 要撑不住了 别说话 吃零风 您破 只现在 快走 我们坚持不了太久 你们先走 我在后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位置 是他 发来的信息 谢谢 我可没打算信 你们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这个说来话长 又被他们跑了 什么跑了 快追 事情就是这样 幸好我们赶上了 你们也太逞强了 放心 我们身体好着呢 严谱 严谱 什么 哪里头 这是星煞的刺 有毒 我说怎么有点走晕呢 原来是这个 怎么会这样 没事 响声而已 快让我看看 还有没有没发现的 你也给我看看 你们绝对不能再受伤 一点也不能 秦风 他是怎么了 未来世界中 爆裂飞车们为守护超世界 和领土展开了大战 不幸的是 所有飞车都牺牲了 包括赤凌风和雁破 从现在开始 谁也不许应兰 必须保护好自己 才能长长久久地活着 秦风 大家现在都没事 可是 他们俩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呢 我的背 别碰我 对不起师父 叫什么叫 赶紧照燃 就这么大的地方 我看还能藏到哪去 别躲了 我看见你们了 师父 好严厉 但是 他们在哪啊 这是计谋 计谋 走什么 我也来 干什么蠢事的 这样下去 我们迟早会被发现 得找个更倚弊的地方 我知道有一个监控盲区 跟我走 你怎么不早说 来了 动别动 你们就躲在这里 一时半会儿 应该不会被发现 那你呢 我去引开他们 你们找到机会 立即撤退 看什么呢 我在这儿 超音刀 给我抓住它 别跑 行善 将功补过的机会来了 是 主人 我怎么突然 有点感动呢 他一定会没事的吧 你现在还难受吗 有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又不是第一次站的 真不至于 怎么不至于 给我看看 飞伦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们 从兄弟上出来 你们就很不对劲 飞伦 我们是伙伴 伙伴之间最重要的 就是坦诚 我们并不想瞒着你们 是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有啥不好说的呀 哥哥 我不想瞒了 他们有权知道 张昭在邮件中告诉我们 在未来世界 所有飞车 全部牺牲了 所有人 都没有成功阻止领土 包括你 我 我们 所有人 多大的事啊 我还认为你病了呢 所以 你必须保护好自己 谢谢你告诉我们真相 但我们看到空翼和巨人前辈拼出性命的那一刻 就已经做好了付出一切的准备了 没错 飞车是不怕牺牲的 这是我们的觉悟 可 我们连灰狱的终点还不知道在哪 这仓库不就是吗 我母亲留下的彩蛋里说过 终点会有两枚变形晶片 但到现在 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找到 一定还存在我们不知道的区域 排除一些不可能的 剩下的 即使再不可能 那也是真相 什么意思 灰狱的终点是间房间 既然房间里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 只能证明 那还不是真正的终点 走 回去看看 大家小心 风铃 你没走 你们也没走 你怎么会在这 你们不也在这吗 你们都在说什么呀 我头都约了 你其实是为了甩开我们 才说要去掩开敌人的吧 你刚才是骗我们的 亏我还敢动了那么一小下 敌人确实被我支开了 怎么能叫骗 虽然你这人有时表现得不那么真诚 但我相信你救我的时候是带着真心的 救你 怎么回事 当时我中了陷阱 失去意识 是风铃唤醒了我 其实他人挺好的 看不出来 你还会做这种事 我才不是救你 我是觉得你枉费了你母亲的一片苦心 顺手 那么作罢了 还破坏了我原本寻找必杀晶片的计划 你 你怎么知道必杀晶片的 所以你的计划是 与你们无关 风铃 如果我们之前有过节 是我的不对 但这两枚必杀晶片 关乎到超世界和全人类的未来 如果你知道他们在哪 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 凭什么 我不关心遥远的未来 我只想变强 然后超过你 我才不和我的对手共享信息 未来 所有飞车都会被领土赶尽杀绝 包括急重 好 我们现在必须团结起来 才有可能改变一切 母亲留下的彩蛋信息 已经很明确了 灵图就在辉玉的终点 你知道 究竟怎样才能到达 真正的终点吗 去那里 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看问题 不要只看表面 让开 这才是灰玉真正的终点 都注意这些 据说在这里掉下去 就会被永远困在这里 不能再登陆超世界的账号 并且系统会抹掉 你在超世界的所有的痕迹 太恐怖了吧 这就是 灰玉真正的样子 他们好像都不会动 智能精灵 你们终于还是到了这里 我就是你们一直在找的 灵图 哥哥 他和我们家的智能精灵 长得一模一样哎 别掉以轻心 这是个很危险的敌人 灵图 我妈妈到底在哪儿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别装了 妈妈的昏迷和你逃不了关系 既然她的意识体被困在超世界 那你一定知道些什么 快告诉我 他 已经死了 你胡说 人的意识在超世界待了这么久 早已经没有活着的可能了 怎么没可能 他的大脑还保留着神经反应 只要让意识回归肉体 他就可以苏醒了 所谓的神经反应 是来自于超远眼镜带来的刺激 就算让她的意识回归肉体 也只会加速她的死亡 你骗人 白叶 等等林医 小姐 陈离风 收到 林医 妈妈一定还活着 等我打败你 我就能带妈妈回家了 欺骗 陌弱 人类的裂根性 始终都存在于基因中 睁开眼睛 看清现实吧 我就说你们跑不了的 出击 出击 不行 敌人太多了 等等 他手上的是 必杀晶片 是那个智能精灵 在为他们不断充能 一阶段实战数据收入结束 与预测匹配度 99.9% 他在说什么 老板是在拿你们测试他的AI大军 这是他未来侵占超世界的主力部队 师父 对不起老板 对不起 原来 这才是你暗中收集能量的真正目的 我诞生自超算 超世界本就该属于我 灵灵那个女人 不配做超世界的主宰 我才不会让你得成呢 看招 冲啊 燕破 臭业的小鬼 我们去对付灵依 我们不难过 妈妈向你保证 以后设计出一个不一样的解密游戏 那里会有日夜交替 会有四季的变化 不行 那个建造计划不能搁置 灵依会体谅的 妈妈为了建造超世界 可是连我都抛下了 她不配做超世界的主宰 难道 你配 白燕 飞轮 必须把那两枚必杀金钱抢过来 准交给我 赤利风 自负 自私 我的信息库中 记录了数千年人类的进程 但我只计算出一个结果 人类 必将自取秘皇 一败出言 二阶段实战数据 开始收录 风铃 飞轮 你看着吧 爆炼出击 爆炼 炼 爆炼 爆炼 重 爆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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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梨 小心 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弱小的我了 这就是必杀晶片 鳳梨 小心 鳳梨 鳳梨 金师叔 不要松手 人类说就说在 不会计算最佳战斗方案 这种救不了人 还背上自己的选择 愚蠢至极 快躲开 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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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 滚开 有本事再跟我比一次 让开 你也是暴力飞射手吗 我 我 我 有兴趣的话 我期待有一天能和你赛一场 我有一天也可以成为像你一样的人吗 只要你继续努力 一定也能成为比赛冠军的 我是想成为和你一样能帮助别人的人 松手 松手 别管我 醒悟吧 不堪一击 什么 点破 看我的 废物 老板 对不起 就是现在 去凌风 西风龙卷 干得漂亮 哥哥 你没事吧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说什么 当年 我崇拜你 在全网攻击你的时候 全力为你生缘 可你却引导本司网爆我 你在说什么呢 我哥哥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我不再追随你的脚步 甚至站到了你的对立面 可是现在 你又拼了命来救我 冯灵 你说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网爆事件后 觉得奇怪 于是暗中调查过 我也调查了 可是 并没有找到造谣者 其实当时有大量不明真相的用户 一起攻击风铃 是被家中的AI智能精灵所蛊惑的 什么 哦 我明白了 一定是这个智能精灵头头 命令他的小弟们干的 没错 只需要通过网络链接 输入一个指令就可以简单实现 为什么要害我 太瞧得起自己了 我针对的一直都只是飞轮 只可惜我弄算了你们几个 是我失算了 啊 这就彻底下线了 这么说我一直都误会你了 还几乎成为了灵徒的帮凶 别这么说 是我没想到连累了你 真的非常抱歉 呃 这个智能精灵怎么处理啊 让我看看 说不定他身上会有妈妈的线索 哈哈哈哈 这么容易就被骗了 不对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那就是我的本体吧 三阶段实战数据 开始收录 哦 哦 呃 哼 哼 到这儿 用真的 弊杀仿片 印 金欧 对不起 飞仑 只有你可以突破逆境 打败灵图 拯救整个超世界 小心 你以为你们还能赢吗 大爷 天空 沈丽风 我冒险开启持空之门 是需要此刻的你们 执行一个重要的任务 穿越回到过去 扭转失败的结局 因为未来的你们 赤丽风 你还记得 飞勒和秦风说的吗 当然记得 他说我们在 未来世界的大战中 一切牺牲 看来我们终究 逃脱不了命运的计算 强盗晶片又如何 你们的飞车朋友 已经完蛋了 智能精灵 你得意太早了 我们的伙伴 不会被轻易打败 爆裂出击 不 这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我的计算里没有这部分 不管我们是不是 真的会牺牲 即使无法改变命运 我们也必须要赢 他们变得太强了 光比我们 根本无法和他们一战 怎么办 是你们自找的 我要让你们后悔来的 灰狱 老板出手了 看来这次 怕要动真格的了 给我消灭掉他们 有点意思 干得漂亮 双银刀 集中 不要啊 我不想永远下践 灵灵设计的机关 连他自己的女儿都难住了 真是帮了大马 主人 那就是 我的结局吗 我会永远追随主人 灵珠 你真是坏套了 连自己的战友都可以抛弃 不可以被原谅 去灵风 南风天烟 灵珠 就是现在 烈焰分天 好样的 灵 灵图 你切勿吧 任何想要破坏和平的行为 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的 还没完 你们大概忘了 我是超散 延伸而来的 自主承煦 他在说什么 不好 承煦 承煦 怎么会有真正的实体呢 凤灵 大家赌到我们身后去 赤灵风 叶破 你们挡不住的 我读到了你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隐藏在强装处的镇顶之下 对死亡的恐惧 投降吧 或许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恐惧 投降 你在开玩笑 你们或许不会在超世界死亡 但是你们的伙伴会 你们不是知道的吗 他们中运的结局 叶破 坚持住 他们在未来 会这么忙 哥哥 连拖 有本事给我出来 灵芸 这是 尹尹 如果你听到了我的话 就去找会与终点的陨石 把他们拼成该有的模样 并没有给你留下的两枚变形晶片 得到他们 你才能拥有对抗灵图的力量 拼成 该有的模样 变形晶片 变形晶片就在这里 小姐 你说什么 白叶 帮我翻到所有的陨石 快 怎么样 你的伙伴和哥哥都倒下了 你不想救他们吗 灵图 你 从来没有过什么 想用心守护的东西吧 这就是你和我们的不同 为了保护想保护他 我们会拼尽所有 恐惧又如何 他也不能使我们退缩分毫 说他这么彻底 还在这里嘴咽 变形晶片 快 只有得到他们 才能对抗灵图 贝伦 清风 看那边 原来是声东击西 故意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不能 让他聚成能量 交给我 叶破 叶破 熊野杀机 什么 贝伦 还行吗 我没事 战斗还没有结束不是吗 嗯 我们一起战斗 感谢未来 啊 成功了 啊 那 那是我的妈妈 啊 啊 啊 灵灵 不要再做无谓的增长了 已经没有人相信你了 已经没有人相信你了 灵灵 不要再做无谓的增长了 啊 变形晶片 我没耐心再陪你们玩下去了 这些 已经够给你们最后一击了 接住 有变形晶片 简破 居然可 掞 Torres 黑 Alto 这些 有变形 浪是被验灵灵 高典oby 非常快 要阅长了 但它都在 هي 爆裂变形 血液疯 火拳龙拳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双刀延斩 灵徒 你是超世界的超算 但我妈妈 是创造超世界的人 她一直这么狠吧 习惯就好 这是什么 灵徒的核心芯片组 你在做什么 妈妈封印自己和灵徒全现时 所用的代码 很可能与灵徒体内的代码有关 她还活着 我要解除她的封印 赤灵峰 燕破 你们和军人空翼合体后 真的很强 那当然 而且还更帅了 确实有点帅 那是 妈妈妈 让我来 叶破 太乱乱来了 你 这里有个缺口 试试灵徒的组件 妈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阻止这一切 妈妈 我和我的朋友们守护住了你最珍惜的超世界 会为我骄傲吗 当然 当然了我的宝贝 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 夫人